第5361章重伤 陆明打算让秦汉等人 进入到太上仙城中 他好全力突围 这一次 应戒之人 有备而来 准备的力量太充分了 太强了 一旦被围困 就算是陆明全力施展三位一体 恐怕都冲不出来 黄天族刚才出手的那个青年 太强了 陆明敢确定 同级一战 火云九子都不如此人 而且差距很大 陆明 你要一个人面对他们 太危险了 我不进入空间宝物 我愿舍命一战 不错 同生共死 烟火和炎炎兄弟大吼 两身身上弥漫绚烂的霞光 这是在疯狂燃烧本源之力 甚至是在自暴的边缘 这是真的拼命了 就算不死 以后也废了 陆明没想到 烟火炎炎兄弟如此果决 心里有些感动 何须如此 陆明说道 想要强烈将其他人收进太上先程 杀 但烟火炎炎兄弟 已经出手了 身体犹如一个光团 发出至强一击 但这一击 不是杀向阴界的生灵 却是杀向陆明 这大大出乎陆明的预料 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烟火炎炎兄弟 和陆明一起南征北战上千年 陆明对两人的秉性很了解 完全信得过 万万没想到 对方会在这个时候攻击他 他对两人没有设防 碰碰 陆明被击中了 可怕的攻击力 撕裂了陆明护身战甲 冲进了陆明的身体当中 两人攻击的还是丹田要害 陆明的腰部 直接炸裂 恐怖的力量 轰击在陆明的圆根之上 陆明圆根附近 未来身和过去身作阵 但两身也万万没有料到 烟火炎炎兄弟会突然攻击 反应过来抵挡的时候 已经晚了一步 挡住了一部分攻击 依然有一部分攻击中了 陆明的圆根 咔嚓 陆明的圆根 出现了五六道裂痕 炎火 炎炎 你们干什么 洪荒的五位准仙怒吼 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炎火兄弟会突然攻击陆明 去死 此刻的炎火炎炎兄弟 满脸争鸣 怒吼一声 身体如气球一般鼓胀起来 然后轰轰两声 自爆开来 不过 这一次陆明做好了准备 在关键时刻 将洪荒五位准仙收进了 太上仙城之中 同时 他自己也在第一时间 冲进了太上仙城之中 两位六姐准仙 自爆威力超绝 自爆的威力 冲击在太上仙城之中 将太上仙城冲了出去 飞出的方向 居然是阴界生灵那边 哈哈哈哈 陆明 这一次死定了 远处 一座山峰上 有几道身影远远观望 赫然是神魂大宇宙的魂集等人 之前 陆明他们出来猎杀阴邪大宇宙的人 他们知道后 立刻跟了过来 隐藏在暗中 就是想要看看有没有机会动手 除掉陆明 他们知道陆明他们的目的地 不怕跟丢了 所以只是远远的跟随 陆明根本发现不了 刚才 魂集等人看到黄天族的高手带人杀出 他们就知道机会来了 魂集认出了黄天族为首的青年 黄天上明 黄天族六次破级的绝世妖孽 有这样的存在在 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魂集当机立断 控制炎火炎炎兄弟出手 就算不能击杀陆明 只要能击伤陆明 在黄天上明手中 陆明也逃不掉 这一招果然让陆明重创 黄天上明开始也是一愣 但他反应极快 立刻知道是杨坚内讧了 他立刻出手 一把抓出 一只巨大的手掌行程 欲要将太上先程镇压 陆明逃进了空间宝物又有何用 只要镇压太上先程 陆明那就是板上鱼肉 任他宰割 秋想 秋秋及时出手 挡住了黄天上明的手掌 不过他在此被击飞了出去 剑身的光芒暗淡了不少 秋秋很明显不是对手 不过这么一挡 陆明已经从太上先程出来 而且是三身一起 剑在身伤是极重 圆根上的裂痕 甚至有加重的趋势 此时真的不宜动手 需要立刻疗伤 但现在 哪有时间给他疗伤 阴界的生灵已经杀过来了 十多个黄天族的高手 已经发动了支抢一击 十多道可怕的攻击 向着陆明轰杀而来 里面 甚至有黄天灵那种 仅次于六魄的妖孽 这种人 一个都能对陆明 造成巨大的威胁 陆明现在 只能运转三位一体 才能抵挡 三位一体运转 强大的力量 冲进了过去身之中 是的 以前施展三位一体 以现在身为主 但现在现在身重伤 如果在以现在身为主 力量冲击之下 可能会让圆根的裂痕更多 所以 只能以过去身为主 强大的力量涌入过去身当中 过去身施展出乾坤万道全原本 乾坤万道全是元术 但现在早就演化为准仙术了 轰轰轰 一道道全境 轰击而出 将黄天族那些高手的攻击 都挡住了 陆明借力 向后暴退 球球 走 陆明给球球传音 他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急速远去 球球渐身一颤 破空而行 紧跟着陆明 追 黄天上名冷漠开口 跨为一道红光 向着陆明追去 其他高手 也全力追击陆明 不行 这样下去 我逃不回阳间主城 就会被追上 陆明心念急转 他一开始 自然是想向着南边逃 逃回阳间主城 只要逃回阳间主城 就安全了 但陆明马上就知道 这个行不通 此地 距离阳间主城 太远了 有四五日的路程 现在身受伤 恐怕等不到 他逃到阳间主城 就被追上了 而且 阴界的那座主城 距离此地更近 说不定向南逃的过程中 还会遭到阴界声明的拦截 往哪里逃 陆明心念急转 马上做出了决定 往北边 进入七截到九截准先 所在的区域 只能赌一把运气了 进入七截到九截准先的区域 说不定能碰到阳间的高手呢 一旦碰到阳间的高手 就得救了 但若是碰到阴界的高手 就彻底凉凉 但总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往其他方向跑 没有一丝机会 第五千三百六十二章 遇到自己人 陆明立刻调转了方向 向着北边飞去 黄天上明等人开始一愣 显然没想到陆明会往北而去 但黄天上明转念一想 就知道了陆明的用意 杀 不要让他进入北部区域 黄天上明怒吼 这一次 他绝对不允许陆明活着离开 这一次 他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但没想到 还是低估了陆明 陆明的实力 还有球球的实力 都出乎他的意料 他没想到陆明身边的一只金属宠物 居然有如此强大的战力 虽然不如他 但是他抵挡他几招而不死 同级之中 整个宇宙海都少见 还有 他没想到陆明的修为居然达到了五节准先 在两千年之前 陆明还在南部区域呢 那时的修为才三节准先 两千年 就从三节跨入了五节 这个速度太过惊人 远超他的预料 即便是他们天之族 拥有海量的资源 修为的提升 也未必有这么快 这两点的出乎预料 差点让陆明逃走 还好杨坚之间居然内讧 有两人居然不惜性命也要攻击陆明 让陆明重伤 不然的话 说不定会被陆明跑了 他如此兴师动众 绝对不允许陆明逃走 黄天上明 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向着陆明追去 速度之快 居然丝毫不比此时的陆明慢 刷 陆明略过大片山脉 向着北部冲去 嗯 这时 陆明在一片山峰中 发现了几人 陆明一眼认出 是神魂大宇宙的人 他逃走的过程中 临时一直散发 扫尸四周 免得被围堵 所以一下子就发现了魂疾等人 神魂大宇宙的人 怎么会在周围 烟火炎炎突然对我出手 与神魂大宇宙有没有关系 陆明脑海中闪过一道念头 但只是一闪而过而已 此时 没有时间深究了 此地 距离北边区域不是很远 很快 陆明就飞越大片山脉 冲进了北边区域 黄天上明带着一批高手 紧追不舍 陆明依然一路向北 七节到九节准仙互动的区域很特殊 中间宽阔范围巨大 东西边狭窄扁平 距离真仙战场很近 一直往北 很快就会穿过准仙战场 进入真仙战场 陆明打算 一旦真的无路可退的话 就冲进真仙战场 冲入真仙战场 会引来雷劫的攻击提前度仙战 还是最强仙战 但危机关头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有些不妙 陆明脸色凝重 施展三位一体 对他的消耗是很大的 飞了这么长的距离后 陆明发现他的本源之力消耗严重 更何况 现在身还是重伤之躯 本源之力更是不济 这样下去 支撑不了太久了 迟早要被追上 唯有施展三位一体 他的速度远不如黄天上明 此 黄天上明大吼 奋力斩出了一刀 刀光冲天而起 挤满了天空 仿佛要将整片天空披围两半 刀光以惊人的速度 斩向了陆明 刷 球球飞出 全力斩出了一剑 但结果却是被震飞 光满暗淡 表面看不出什么 但陆明知道 球球多半也受伤了 球球飞回 落在现在身的身上 哼 看你能接我几招 黄天上明冷哼 全力追击 然后又是一招轰出 这一次 是万千刀光 斩向陆明等人 特别是很多刀光 攻向陆明的现在身 因为 现在身身受重伤 只要击溃了 只要击溃了现在身 其他人就无虑了 他当然不知道 其他两个 也是陆明 他只是认为 现在身才是陆明 球球身体如液态 一般如动 覆盖陆明全身 形成了一幅金属战甲 球球的力量 和现在身结合 在时稳住了陆明的伤势 让陆明有一战之力 秋修修 陆明挥舞长枪 横扫千军 击溃了漫天刀芒 双方一追一逃 跨越了漫长的路程 已经将阴界 其他高手甩开了 前方有人 忽然 陆明发现 前方的一座高峰之巅 有一道身影盘膝而坐 似乎正在修炼 七节到九节活动的区域 东西两边扁平狭窄 距离真仙战场的距离很近 并且荒凉荒芜 很容易碰到真仙强者路过 所以 两片区域 一般来讲 活动的七节到九节准仙很少 这些 陆明之前就了解过了 陆明冲入这里 也是碰运气 如果没有碰到其他高手 就直接冲入真仙战场 没想到 现在真的碰到了一个高手 出现在这里的 至少都是七节准仙 甚至是九节准仙 陆明的心 不由的提了起来 持阴界的 还是阳间的 如果是阳间的 他可能有救了 但若是阴界的 那就麻烦了 但不管怎么样 赌一把 陆明冲了过去 临时扫出 山峰上的那道身影 显然也发现了陆明等人 结束了修炼 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息 阳间的气息 陆明大喜 对方的气息一散发 他就感应到了 是阳间的气息 并且非常强大 绝非七节准仙 十八节准仙 陆明判断出来 但陆明脸色马上一变 因为这个人的气息 他太熟悉了 圣光笼罩 圣节无垢 这不是圣光大宇宙的人吗 陆明都不知道自己是倒霉 还是幸运了 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阳间的高手 居然来自圣光大宇宙 但未必不能利用 毕竟 现在身被求求笼罩 对方看不清他的样貌 至于过去身和未来身的样貌 陆明一直没有用原本的样貌 是幻化过的 所以 对方未必能认出他 前辈 救我 后面是黄天族的人追杀我 陆明大吼 冲向了圣光大宇宙八节准仙 继续叫道 后面的是黄天族的妖孽 杀之可得大量的战功 果然 圣光大宇宙的那个八节准仙 目光看向了黄天上鸣 黄天上鸣也不由自主的停下了身形 脸色阴沉 他即便战力强大 天赋无双 但面对八节准仙 也不得不慎重 六节大战八节 可没有那么容易 陆明趁此机会 加速向着北边冲去 第五千三百六十三章无奈之举 看到陆明越逃越远 黄天上鸣终于安耐不住 身上冲出了狂暴的气息 滚开 别以为八节准仙就能挡我 挡我折死 黄天上鸣怒吼 战刀爆斩而出 展向了圣光大宇宙的八节准仙 浩强 圣光大宇宙的八节准仙 看到黄天上鸣出手 他心里就锯跳 感觉到危险临近 黄天上鸣能对他造成威胁 六节准仙 居然能够对他一个八节准仙 造成威胁 这是什么妖孽 难道是六魄妖孽 唯有时间多想 圣光大宇宙的八节准仙 爆发出绚烂的霞光 展出了圣光一剑 轰 今天轰明爆发 毁灭性的气浪 席卷八方 随后 圣光大宇宙的八节准仙 身体一颤 居然向后连退 他这个八节准仙 居然落在了下风 圣光大宇宙的八节准仙 明白了 他肯定是遇上了六魄妖孽了 他眼神深处 不禁露出一丝贪婪之色 六魄妖孽啊 若是能够斩杀 不仅能得到海量的战功 阳亭那边 还有其他惊人的赏赐 其他级别的妖孽 天之族的高层 根本不重视 但是六魄妖孽 天之族的高层都很重视了 只要斩杀了阴界的六魄妖孽 苍天族绝对重赏 同理 阴界生灵斩杀了苍天族的六魄妖孽 黄天族也会重赏 但他心里的那一丝贪念 马上就压住了 他很清楚 以他的实力 杀不了对方 陆明 你以为一个八截准仙 就能挡我吗 做梦 黄天上名大喝 气息狂暴 欲要再度进攻 击溃圣光大宇宙的八截准仙 陆明 圣光大宇宙的八截准仙 心里狂震 刚才冲过去的那个是陆明 该死 我居然让他逃走了 还帮他挡敌人 讲到这里 圣光大宇宙的这位八截准仙 直接暴退 同时喝道 你要杀陆明 我不拦你 黄天上名微微一愣 以为对方耍花招 想坑他 但圣光大宇宙的那个八截准仙 后退得极快 远远与他拉开了距离 这么远的距离 想坑他也坑不了 又是内讧吗 黄天上名心里闪过一道念头 不再犹豫 化为一道闪电 向着陆明追去 看来陆明受伤了 这小子的命很大 我跟下去 关键时刻 说不定可以出手 两个全杀 圣光大宇宙的八截准仙眼中 闪过一缕寒光 打算跟下去 若是陆明和黄天上名两败俱伤 他可以两个都杀 若是没有两败俱伤 他就出手帮黄天族杀了陆明 将对于黄天族的妖孽来说 他更想杀了陆明 麻烦了 在黄天上名喊出陆明这个名字的时候 陆明就知道 麻烦了 圣光大宇宙的八截准仙 知道他是陆明之后 肯定不会帮助他拦截黄天上名的 普天之下教陆明的很多 但值得六魄妖孽追杀的 就只有他一个而已 果然 没过多久 黄天上名又追来了 陆明只能继续往北逃 以他现在的状态 根本不可能是黄天上名的对手 不要说现在身受伤了 就算三身都在巅峰状态 都不可能是黄天上名的对手 毕竟他的修为差了一截 即便加上求求也无用 更何况 陆明猜测 圣光大宇宙的那位八截准仙 知道他的身份后 恐怕也不会放过他 并且 后方还有更多的阴界生名追来 一旦被围住 绝对凶多吉少 好在 刚才因为圣光大宇宙那位八截准仙 阻拦了一下 让陆明飞出不少距离 与黄天上名拉开了足够的距离 这可以让陆明缓一口气 陆明一边飞行 一边拿出了一株准仙药 直接就开始炼化 这样炼化准仙药 是暴殿天物 准仙药是用来提炼药液精华的 可长期不断的使用 直接炼化了 可就没了 但现在陆明管不了那么多了 提炼药液精华 速度太慢了 现在哪有时间 反正上次与暗夜强威在一座地宫中 得到了二十几株准仙药 其中 有六株都是用来疗伤的 刚才那一株 就是对疗伤有大用的 随着准仙药被炼化 陆明的伤势恢复了不少 本源之力也恢复了不少 当然 圆根上的伤势 不是一下子就能好的 恢复的只是肉身的伤势 一追一逃 过去了半个小时 此时 他们距离真仙战场 已经不远了 陆明 继续向北逃 便是真仙战场 一旦进入 便会遭遇雷劫的攻击 提前引来雷劫 您以为能挡住 黄天上明冷冷开口 出言刺激陆明 陆明沉默不语 他打算拼一把 他虽然才刚突破不久 现在就引来第七重仙截 而且是最强的 未必能渡过 但有不灭树在 未必渡不过 但是 球球和秦翰等人 不能跟他一起 进入真仙战场 球球也是刚突破 提前引来仙截 非常危险 至于秦翰等人 一旦进入真仙战场 必死无疑 他们绝对渡不过最强仙截 球球 你进入太上仙城 陆明给球球传音 不 我与你一起进入真仙战场 球球道 态度坚决 陆明在劝 但球球执意要与陆明一起 最后陆明只能同意 但秦翰等人 绝对不能一起去 七面一动 太上仙城出现在未来伸手中 只有巴掌大小 去 未来伸猛然挥手 将太上仙城扔了出去 太上仙城化为一道流光 飞向了远处 陆明之所以 这么做 也是没办法 这样太上仙城 很容易落在对方手里 但后面阴界之人还没追来 也有机会逃走 而且 就算落在对方手里 太上仙城固满了重重禁止 蔚来申不同意 对方短时间内 应该打不开禁止 进入不了太上仙城 秦翰等人 短时间内是安全的 黄天上鸣目光一闪 继续追击陆明 不过却打出了一道传音御符 给后面的黄天族传音 让他们派人去截住太上仙城 很快 陆明就到了真仙战场的边缘 陆明猛然停下 转身望向黄天上鸣 有本事 就和我一起进入真仙战场 陆明冷笑道 第5364章仙节降临 杀 黄天上鸣大喝 全力斩出一刀 浩瀚的刀光 宛如一贯银河 遮天蔽日 斩向陆明 但陆明身形暴退 一下子冲进了真仙战场之中 真仙战场与准仙战场之间 好像有一重无形的屏障 黄天上鸣的刀光 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挡 在无声无息的消失 生灵 可随意穿梭 但是能量 却会被阻隔 有种 你就过来 陆明冷冷的望着黄天上鸣 但黄天上鸣站在真仙战场的边缘 身形未动 只是冷冷的看着陆明 他不敢进入战场 但也不会离开 他要亲眼看着陆明被雷劫轰击 提前粘引来仙节 陆明没有再多说 而是向着真仙战场深处冲去 他一进入真仙战场 就感觉冥冥之中 有一股恐怖的压力 时刻压在头顶 这股压力 就像是一把利刃悬浮在头上 随时可能会展落致命的一击 陆明猜测 这压力 便是来自雷劫支援 准仙战场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阻隔开雷劫支援 但是真仙战场可没有 直接暴露在雷劫支援下 陆明感觉仙节随时会降临 所以必须要远离此地 万一在此地度仙节 雷劫还好 等进入火劫或者腐朽劫的时候 无自保之力 那时阴界若是有人拼死冲进来杀他 那就危险了 远离此地 让阴界生灵找不到 再全心度节 陆明化为一道红光 冲向了真仙战场深处 同时 陆明又拿出了一株准仙药 全力炼化 是根源古术 根源古术 能治疗原根 极其的珍贵 陆明一开始真有些舍不得 而且即便有根源古术 修补原根的速度也是缓慢的 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也是陆明之前 没有使用根源古术的原因 但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因为仙节随时会降临 能修补一些是一些 三位一体的力量笼罩根源古术 不断地炼化根源古术 化为精纯的要力 涌入到现在身之中 冲进真仙战场 必定会引来雷结 就算冲进去一秒 立马就退回准仙战场都无用 因为一旦暴露在雷结支援下 哪怕只是一个刹那 就会被雷结支援锁定 逃到哪里都无用 但必定会引来雷结 不是马上就会降落雷结 这其中还是可以有缓冲的时间的 呲啦 陡然 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雷电 一分为三 踢向了陆明 来了 太快了 陆明进入真仙战场 才三分钟而已 雷结就降临了 只给他了三分钟时间缓冲 陆明三身份开 全力抵挡雷结 好在三分钟时间 陆明已经飞出了足够远的距离 在此杜结 黄天上明根本看不到了 只求不要遇到真仙了 一道接一道雷结降临 一开始还好 但是从十三道雷结开始 陆明开始感觉到压力 陆明毕竟才突破五结准仙不久而已 修为上的积累 还远远达不到杜第六众雷结的地步 其他方面 积累的也还远远不够 这样杜仙截 太仓促了 并且他还受伤了 特别是现在身 伤势还颇重 情况对他不利 十三道 十四道 十五道 全部被陆明抗下 但第十六道披落的时候 三身暴退 大口可血 特别是现在身 连涂几口鲜血 脸色苍白 本源已经恢复了一点的圆根 又受伤了 一道道裂痕 非常的明显 还没等陆明缓口气 第十七道雷结 就降临了 这一次 陆明三身都横飞了出去 身体很多地方都破烂了 一片焦黑 不断有鲜血流出 特别是现在身 身体布满了一道道裂痕 非常的恐怖 这情况 已经非常危险了 杜雷结尚且如此 后面的火结和腐朽结 会更加恐怖 若是以往 面临这种困境 陆明大可以停下 不去度第十八道雷结 这样后面的火结和腐朽结 也会相应轻松一些 但现在 他没有选择 闯进真仙战场 被雷结支援锁定 必定要度最强仙结 度不过 生死到消 这也是皇天上明不敢追入的原因 他还没有准备好开始度仙结 各方面都还不圆满 现在度最强仙结 他也没有把握 陆明竭尽全力 舒展身体 将本源之力和源初之力 运转到极致 对抗接下来的最强雷结 轰 最终 第十八道雷结降临了 粗大无比 犹如雷结支柱一般 淹没了陆明 轰轰轰 三道身体 直接横飞 在地面拖出了三条长长的沟壑 过去身和未来身身体布满了裂痕 浑身骨骼断裂了很多根 连内脏都一片焦黑 还好 圆根保住了 并没有受创 但现在身却更惨 身体炸裂了好几块 圆根上的裂痕更多了 凝合 陆明灵魂震动 炸裂成几块的身体粘合在一起 另外两身 急速赶来 三身一起施展三位一体 化为玄妙的力量 在三身身体流转 全力治疗伤势 同时 好几株准仙药 悬浮在三身头顶 被炼化出精华 没入到三身当中 争分夺秒 在火劫来临之前 能恢复一些是一些 不过 雷结与火劫间隔的时间很短 不久之后 火劫就降临了 陆明的身体 被重重火焰笼罩 火劫开始 雄雄燃烧 要将陆明化为灰烬 陆明盘坐不动 全力对抗 现在这种状态 别说黄天上明了 随便来一个准仙 都能杀他 一段时间后 陆明终于顶住了火劫 成功度过 不过 他的血肉 都焦黑了 犹如焦炭一般 圆根与灵魂的光明 极其暗淡 消耗极其严重 还有腐朽节 腐朽节可慢慢度 陆明权力恢复的时候 心里暗想 但还没等他缓过进来呢 腐朽节就降临了 而且来势汹汹 恐怖的腐蚀力量 疯狂的腐蚀 陆明的血肉 灵魂包括圆根 怎么回事 腐朽节不是能放慢速度吗 这么这里这么狂暴 陆明大惊 腐朽节很特殊 全力收敛本源之力的状态下 腐朽节的腐朽之力 会缓慢释放 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 很多人度腐朽节 会花费漫长岁月 慢慢去度 第5365章上了根基 半步六节 有些人甚至有耗费几十万几百万年 甚至一个恒星年去度腐朽节 陆明本来也打算慢慢去度的 因为他的状态实在太差了 只能以时间去过度 但没想到腐朽节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 根本难以掌控 或许 进入真仙战场 被雷节支援锁定 引发仙节之后 就是这样 不允许你慢慢去度 来势汹汹 非生即死 没有办法 只能全力去抗 但是 陆明的状态实在太差了 三身以肉眼可救的速度 在腐朽 绝肉脱落 骨骼成灰 内脏衰败 陆明 陆明 你要顶住啊 你可不能有事啊 求求为卓陆明团团转 焦急无比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可惜 他有心无力 无法帮助陆明 毕竟 度仙节可是个人的事情 他只能眼睁睁的看卓陆明血肉腐朽 最后 只剩下三根圆根悬浮在半空中 并给 圆根表面 依然被恐怖的腐朽之力笼罩 腐朽之力 似乎要将圆根以及灵魂都完全腐蚀 才肯罢休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过去身和未来身 毕竟没有受伤 在不灭树的支撑下 抗住了腐朽之力 虽然 光芒变得越来越暗淡 但现在身的圆根 状态却很差 上面的裂痕越来越多 并且随着时间的过去 圆根还越来越小 最后 就剩下一个小小的光点 而这时 腐朽节终于过去 陆明 你怎么样 求求交集的教导 围着周围团团转 轰轰 忽然 过去身和未来身的圆根 爆发出强大的气息 天地间的能量 飞快地涌入到两节圆根之中 并且 陆明留下的储物戒指 有大量的仙之血飞出 这些仙之血 被两节圆根吸收 两节圆根的光芒 变得明亮起来 气息也变得强盛起来 渐渐地 以圆根为中心 由血肉开始重新生长出来 随着仙之血不断地飞出 过去身和未来身的身体 重新出现 渐渐地 气息恢复到鼎盛时期 甚至更强 三天之后 过去身和未来身 才睁开了双眼 陆明 你没事吧 球球连忙问道 还好 过去身和未来身同时点头 随后目光看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现在身依然没动静 只留下一个光点 血悬浮在那里 还好 保住了灵魂和一丝圆根 还有机会 未来身低语 与过去身走过去 在光点两侧盘坐 运转三位一体 尝试沟通现在身不过一开始失败了 但两身没有气馁 继续沟通 如此进行了半个月 终于有进展了 三身成功沟通 是展出三位一体 三股力量融合成一股更加玄妙的力量 在三身身上流转 同时 准仙药也在被炼化 化为滚滚药力 冲入那个光点之中 被光点吸收 另外还有仙之血的力量 也进入到光点之中 光点的气息变得强盛起来 可以看到 光点的体积越来越大 最后化为一小节圆根 一开始 圆根的体积还很小 但随着吸收的能量越来越多 圆根越来越大 转眼又是半个月 圆根终于恢复到以前大小 血肉也在圆根的基础上凝聚出来 剑在身重现又过了几天 现在身睁开了双眼 缓缓吐出一口气 这一节终于度过去了 这一次真的太危险了 写死还生 特别是现在身 差点真的陨落在仙节之中 还好有不灭树 以不灭树为根基 保住了一丝灵魂以及圆根 再以三位一体之树 成功地恢复了过来 路明还是皱起了眉头 他的状态不对 按理说 他这算度过了第六众仙节 等于是成为六节准仙了 但是他发现 他的实力 根本没有达到六节准仙 换句话说 他没有六节准仙应有的实力 路明三身份别运转本源之力 施展准仙数 最后路明判断 他的实力是增强了 比之前五节准仙 要增强了不少 但并没有达到六节准仙的程度 硬要算的话 相当于半步六节准仙 仓促度节 伤了根基了 路明一探 可以感应到 现在身的圆根 虽然没有了裂痕 但光芒暗淡 灵魂也是如此 一副无精打采 没有什么光芒的模样 另外两身 也差不多 路明明白 这一次他根本没有准备好 就仓促度最强仙节 现在身还是重伤状态下 虽然勉强度过了仙节 但却在仙节下伤了根基 明明有六节准仙的境界了 却没有六节准仙的战力 当然 这里的战力 是指他自身按照正常情况下度过仙节的战力 不是指那些普通六节准仙的战力 他受损的根基 如果不弥补过来 不仅实力难以达到巅峰 以后想要度第七次仙节 也很难了 他甚至会被一直卡在六节准仙 修为与战力难以进步 等过去漫长时间 仙节自动降临 然后死在了仙节之下 这一次 虽然说成功度过了仙节 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根基受损 是最难恢复的 想要修补 必须要花费漫长的岁月 去慢慢修补 人出之力也散了 看能不能凝聚 陆明现在身内是自身 发现元出之力 也消散得无影无踪 他尝试运转元出法觉 最终重新凝聚出了一个元出之力的种子 但是含量与之前天差地别 仿佛 元出之力 消散在天地间了 黄天族 这笔账先记着 不会这么算了 陆明掩路寒光 这一次损失太大了 他的战力 虽然比之前更强了 但却等于提前透支了潜力 让以后的修炼 变得很难 咦 球球 你怎么没事 你没有引来先结 直到这个时候 陆明才有心思观察球球 一看之下 不由的诧异 球球和之前一模一样 没有丝毫度先结的迹象 对啊 我没有引来先结 真是奇怪 球球也低估 难道和你的出身有关 陆明猜测 但又觉得不对 按照先级战场那些遗留建筑布局去推测 先级战场的声明 进入先级战场 也会遭到雷劫攻击的 所以 才有大量的声明居住在准先战场 第5366张球球的感应 根据宇宙海格方的推测 在久远的过去 先级战场的声明 真仙之下 都是居住在准先战场的 至于真仙之上 来去自如 居住在哪里都可以 由此可见 先级战场的声明 和宇宙海的声明一样 真仙之下 进入真仙战场 就会遭遇雷劫的攻击 提前引发最强仙节 但球球怎么没事 这多一个多月了 没有引来雷劫 肯定就没事了 难道和球球的特殊有关 陆明 我来到这里之后 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吸引我 呼唤我 球球接着又道 有什么东西吸引你 呼唤你 那你能感觉到来自哪个方向吗 陆明好奇地问道 在那边 球球指着北方道 我感觉 似乎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或许与我的出生有关 陆明要不要去看看 走 去看看 陆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如果真的与球球的出生有关 这时关重要 或许能够帮助球球解除封印 恢复一些记忆呢 而且 他刚度过一次仙节 短时间内 雷劫之缘 不会再次锁定他了 其实 宇宙海其实早就做过相关的实验 曾经有绝世妖孽 在即将渡仙节的时候 进入真仙战场 被雷劫之缘锁定 将落下最强仙节 渡劫成功之后 有百年的缓冲时间 这百年内 不会再次降落仙节 但百年之后 如果还继续留在真仙战场 就会再次被雷劫之缘锁定 再次降下最强仙节 所以 陆明只要在百年之内 离开真仙战场 就没事 过去身和未来身 重新进入陆明体内 在原根附近盘膝而坐 随后 陆明和球球一起 向着北边而去 当然 在这里陆明不敢大摇大摆的飞行 这里可是真仙战场 谁知道有什么危险 万一遇到阴界的真仙强者 那就完了 对方一巴掌就可以拍死他 因为互相忌惮 真仙虽然不能轻易进入 准仙战场杀人 但是自己跑到真仙战场 那被杀了也没人管 陆明和球球收敛气息 沿着地面飞行 小心谨慎 几个小时后 球球心里的那种吸引力 更强了 似乎在接近目的地 他们继续向北而去 转眼过去了一天 空 忽然 远处忽然传来惊天轰鸣 天地聚颤 一股股恐怖压抑的气息 从前方传来 那是 陆明瞳孔收缩 他看到前方遥远的虚空中 有两道光芒在交锋 在碰撞 每一次碰撞 都会爆发出恐怖的轰鸣 还有一圈圈可怕的能量席卷四方 那种恐怖压抑的气息 便是从两道光芒之上散发而出 连续碰撞了十多下 两道光芒急速后退 陆明这才看清光芒的真实模样 两个中年男子 不用想也知道 这是两尊真仙 由于距离太远 对方太过强大 陆明也不知道两尊真仙 是分别来自阳间阴界 还是来自同一阵营 但想来来自阳间阴界的可能性比较大 两道身影相对而立 但下一刻 又化为两道光芒碰撞在一起 继续展开激烈的厮杀 陆明大气都不敢喘 悄悄的往后退 等退到足够的距离时 然后在左前方前行 打算绕道而行 真仙战场太危险了 真仙大战 他可不敢有丝毫大意 刚才是离得远 要是离得近 被大战的余波扫中 都足够他身死到消了 什么不灭树都不管用 绕过了真仙大战的区域 继续前行又花费了一天时间 陆明和球球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这是一片荒芜的丘陵 寸草不生 丘陵上光秃秃的 全是杂乱的岩石 球球 你感应到的地方 就是这里 陆明有些疑惑 他临时全开 四下打量 包括渗透进地下 却一无所获 什么也没有发现 就在这里 准确来说 是在这地下 球球目光炯炯 盯着地下 眼神中有些火热 又有些紧张 在此地 那种吸引力 那种特殊的感应 强烈到极致 他有种感觉 此地对他极其重要 或许 就是他的出生地 那我们下去看看 陆明道 这地下 布满了杂乱的金属矿石 非常坚硬 陆明 我带你一起 球球道 落在陆明身上 如动起来 化为一件铠甲 将陆明笼罩 陆明自身 也能进入泥土中 进入地下 但有金属的地方 肯定是球球要快很多 球球带着陆明 冲入地下 悄无声息地融入到金属矿石中 急速向下而去 一直向下潜入了不知道多深 反正以球球的速度 都花了几个小时 然后球球忽然停下 球球 怎么停下了 难道到了 陆明问道 没有 下面 是一条巨大的金属矿脉 不过 这条金属矿脉 应该是一座阵法的一角 球球道 阵法的一角 陆明好奇 是的 一座庞大的阵法 这片区域 起码有几十条庞大的金属矿脉 这些金属矿脉 在不断地移动 陆明 我传给你看看 球球道 下一刻 陆明眼前 就出现了一幅画面 地下深处 一条条巨大的金属矿脉 犹如一条条长龙一般 在游动 在不断地变动 形成了一座庞大无比的阵法 陆明 我莫名地对这座阵法感觉非常熟悉 就好像脑子突然多了很多信息 知道了这座阵法的一些秘密 一般人就算来到此地 也突破不了这座阵法 就算穿过了一条金属矿脉 也会进入另外一条金属矿脉中 然后阵法变动 那条金属矿脉会移动到最上方来 球球解释 陆明明白了 若不懂破解之法 就永远进不去 就算穿过了第一条矿脉 进入第二条 第二条矿脉 也会移动到第一条这里来 等于永远在第一条徘徊 这就好像是一座护山阵法一般 陆明推测 这下方 阵法之内 很可能真的是球球族人居住之地 球球 你能穿过这座阵法吗 陆明问道 可以 我脑海中出现的信息 就包括如何穿过这座阵法 球球解释到 第5367章背后的真相 了解清楚后 球球带着陆明 冲进了一条金属矿脉中 然后沿着金属矿脉游走 球球脑中有穿越金属矿脉 阵法的信息 所以很顺利 穿过了一条条金属矿脉 当他们闯过了最后一条金属矿脉之后 他们陡然出现在一片空旷之中 这是一片浩瀚的地下建筑 就是在地下硬生生的开辟出一片空间 他们出现在一扇巨大的金属大门前 金属大门是打开的 大门前有两座雕像 两座雕像都是以金属制成的 黑油油的也不知道什么金属 好熟悉的感觉 我绝对来过此地 球球低语 说着就大踏步向前 这是在大门口 陆明看到了两滩黑色的灰尘 仔细辨认 就好像两滩金属粉末 撒在地上 这是什么 此时 球球的身体 却有些颤抖起来 这 这似乎是我族人身上留下的 球球道 你族人身上留下的 怎么会留下两滩金属粉末 陆明好奇 不清楚 球球摇摇头 但他心里 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们进去看看 陆明道 一人一球 穿过了大门 大门后面 是一座座巨大的金属垫与河堡垒 这是一片浩瀚的地下宫殿 但是浩瀚的地下宫殿中 没有丝毫生灵的气息 死寂一片 仿佛是一片放逐了 无尽岁月的死地 但是 偶尔他们会发现一滩金属粉末 陆明皱眉 他有些猜不透 这些金属粉末是怎么回事 忽然 陆明灵光一闪 他不由想到了 在不灭族地宫中看到的一幕 不灭族的人 忽然有一天 全部化光而去 包括真仙都是一样 球球的族人 是不是也这样 但有一个疑点 不灭族的人化光而去后 什么也没有留下 一丝灰尘也没有留下 包括陆明进入过其他地宫 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这里 怎么会有一滩滩金属粉末 难道是和球球族人的体质有关 球球的体质特殊 堪称逆天 能不断吞噬金属 或者吞噬金属炼制神兵准先兵进化 甚至获得神兵准先兵的某些特殊威能 如此逆天的天赋 陆明真的闻所未闻 或许是因为如此逆天的天赋 化光而去后 才会留下一滩金属粉末 陆明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他们探查了几座堡垒 都没有什么收获 简然 想要在球球族中找到准先兵之类的 不太现实 即便有 也早就被吞吃了 一人一球 继续深入 球球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最后 他们来到了一座最为宏伟的大殿 大殿之上 也有一座巨大的金属雕像 翁 当他们进入这座大殿的时候 雕像忽然动了 身体发出一道光柱 将球球笼罩进去 下一刻 大殿上方 出现了一幅画面 画面中 一座座堡垒 一个个圆滚滚的金属球 穿梭于这些堡垒之中 那些金属圆球球 活脱脱的都是一个个球球 至少外表看 实在看不出什么区别 看来 这些就是球球的族人 球球的族人果然特殊 真仙之下 也可以生活在真仙战场 陆明闪过一道念头 画面中浮现的金属 金属圆球不在少数 陆明可不相信 球球的这些族人 全部都是真仙 这不可能 在那天的种族 也不可能全部都是真仙 画面中球球的族人 肯定大多数是真仙之下 这也解释得通 球球为什么在真仙战场 没有遭遇雷截攻击了 这和他种族的特殊性有关 但忽然间 地宫震动 下一刻 所有的金属圆球 都化为一道道霞光 飞向上方 穿越厚厚的大地 消失不见 每一个金属圆球消失的地方 都留下了一滩金属粉末 陆明心里一颤 这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 球球的族人 也都化光离去了 与不灭族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 球球的族人 都留下了一滩金属粉末 为什么 为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 球球身体颤抖 眼中全是悲痛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的族人 为什么都化光而去了 甚至 其中的仙道强者 也是一样 吼 忽然 画面中传出了一声不甘的吼声 这吼声 仿佛要穿越了万步时空 从遥远的过去 进入到现在 画面深处 有一道巨大的身影 准确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金属圆球 散发出璀璨的光辉 有恐怖的气息 从画面中传出 莫名差点跪了下去 因为 那种气息太强了 高高在上 给人的感觉 比一个大宇宙还要恐怖 什么仙道生灵 在这个金属圆球面前 就是蝼蚁 就是尘埃 为什么 造物主 画面中 那个巨大的金属圆球 发出不甘的怒吼 似乎在竭力对抗什么 但终究无用 那个最大的金属圆球 身体慢慢在融化 化为霞光飞去 纵有滔天实力 也难以阻止 不 求求大侯 他对这个最大的金属圆球 有种特殊的亲切感 他本能地觉得 这个金属圆球 是他的至亲 最终 那个最大的金属圆球 也化为霞光飞走 整座地宫 死寂一片 画面也到这里便戛然而止 但露鸣的心 却泛起了滔天巨浪 难以平静 那个金属圆球 最后说的是什么 造物主 难道这一切 是因为造物主 造物主 到底是什么层次的生灵 听名字 难道能够创在万物 这太过不可思议了 创造万物 然后又剥夺万物的生命吗 无穷生灵的生命 只在造物主的一念之间吗 现在这个时代 还有造物主吗 如果有 会不会有朝一日 也会剥夺所有生灵的生命 那修炼的再强 又有何用 这一刻 露鸣想了很多很多 他的信念 都产生了一丝动摇 不 不要去想了 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走好现在的路 才是最重要的 露鸣摇摇头 将杂念甩出脑海中 求求 我们到地宫深处看看 路鸣道 好 求求也在尽量调整 让自己平复下来 第5368张万炼熔炉 很快 路鸣和求求 就到了地宫最深处 来到这座地宫后 求求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环境的刺激 他脑海中 有断断续续的画面冒出来 这些画面 经过拼接组合 让求求 知道了不少事情 此地 乃万炼族总部 我明白了 我便是来自万炼族 这里有一座万炼熔炉 我可以进入万炼熔炉 借助万炼熔炉 来练化体内的封印 觉醒潜力 求求 难难自语 全力捕捉脑海中的画面 不过 他脑海中的画满太过零散 虽然竭力捕捉和组合 得到的信息也不多 万炼熔炉 在哪里 路鸣问道 就在前面的那山洞之中 求求道 看向前方 地宫深处 是一片崖壁 崖壁下方 有一个山洞 求求说的山洞 便是这个山洞 这个山洞在万炼族最深处 肯定是最重要的地方 路鸣运转腰王帝文 没有看到任何阵法 走 路鸣有些迫不及待了 求求天赋已经非常惊人 不知道破除封印 觉醒潜能之后 能多变态 路鸣很期待 一人一球 走进了山洞 山洞内很宽敞 是一个巨大的石室 石室中间 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熔炉 熔炉看起来犹如丹炉 又有点不像 高能有十米 模样奇特 万炼熔炉 果然在这里 求求露出大喜之色 这 难道是先兵吗 路鸣仔细观察 感觉万炼熔炉 传来厚重如山的气息 只是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却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压力 我从脑海中得到的信息看 这的确是一尊先兵 路鸣 我要进去了 求求说完 就冲向了万炼熔炉 但却在这时 路鸣感觉到皮肤刺痛 一股强烈的不安从心底升起 不安的源头 便来自万炼熔炉 求求 小心 路鸣大吼一声 一挥手 本源之力如丝带 绑着求求 向后暴退 空 万炼熔炉中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一直青涩的大手凝聚而出 向着路鸣和求求拍击而来 唯有丝毫犹豫 相当于六节准先兵的长枪出现 全力刺出了一枪 轰 一声剧烈的轰鸣 长枪被震得弯曲起来 路鸣和求求身体狂震 向后抛飞 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上 这里的墙壁 无比坚硬 但也被撞出了两个凹坑 扑 路鸣不由地吐出一口鲜血 好强的攻击 要知道 路鸣现在的境界 是六节准先 虽然这个六节准先 是虚的 其实力 相当于半步六节 但也比路鸣在五节的时候强 可以说 路鸣现在的战力 斩杀一般七节准先 完全不在话下 在五节准先的时候 路鸣单独的现在身 也就相当于一般的七节准先而已 击败都难 更不用说击杀了 现在的路鸣 实力的确比那时候强了一节 但是如此战力 刚才全力出手 也没能挡住青色手掌的一击 青色手掌 只是后退了一段距离 光芒暗淡了一下 但万炼熔炉之内 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涌出 补充到青色大手之中 青色大手光芒大胜 散发的威压 比之前更强 万炼熔炉中有声明 难道万炼族有人没死 躲在了万炼熔炉中避过了一劫 球球激动起来 大吼 是不是万炼族的前辈 我也是万炼族的人 我们是自己人 球球大叫 路鸣明显感觉到 那只青色大手停顿了一下 似乎犹豫了一下 路鸣心里一跳 难道万炼熔炉内 真的有万炼族的声明存活 不过 那只青色大手指示停顿了一下 又再度向着路鸣和球球拍击而来 威力极强恐怖 比之前那一掌要强一大截 但路鸣能感觉出来 这一掌的威力虽强 但比第一掌少了杀意 似乎是想要镇压他们 要拿下他们 大手压下 天空巨震 强大的压力 让路鸣的身体都颤抖起来 绝对挡不住 单平一身 绝对挡不住 没有什么时间犹豫 过去身和未来身出现 三位一体施展而出 全力刺出一枪 同时 球球也化为人亡战剑 斩出了一剑 轰轰 两声剧烈的轰鸣 路鸣和球球再度暴退 不过这一次 路鸣施展出三位一体 情况要好一些 虽然被击退 但没有受伤 斩三师之术 你是哪个大宇宙的人 此刻 万炼熔炉之内 居然传出一声惊呼 声音显得非常苍老 那只青涩的大手 也退了回去 消失在万炼熔炉之中 路鸣瞳孔急剧收缩 心里狂震 万炼熔炉中的生灵 怎么会知道斩三师之术 如今 整个宇宙海 知道斩三师之术的都不多 并且 路鸣的过去身和未来身 都变换了样貌 与路鸣现在身不一样 只看一眼 就知道这是斩三师之术的 说明对方对斩三师之术很了解 不然不会如此 同时说明 这绝对不是万炼族的人 万炼族 乃是先级战场的生灵 按照暗夜强威的说法 先级战场的生灵出事之前 还没有阴阳宇宙海呢 更不用说洪荒宇宙了 怎么可能知道斩三师之术 你是谁 路鸣盯着万炼熔炉 问了一句 哐当 此时 万炼熔炉的炉盖打开了 随后 一道身影 慢慢的从万炼熔炉中浮现而出 这是一个青袍老者 虚发揭白 脸上都是皱纹 看气色 很不好 有种萎靡不振的感觉 最让路鸣震惊的 这个老者 居然是人族 没错 的确是人族 而且是洪荒人族 路鸣与苍青神静的人 待了那么长时间 彼此太熟悉了 他绝对不会感应错 万炼熔炉中 居然有一个洪荒人族 这大大出乎路鸣的预料之外 难怪能看出他施展的斩三师之术 斩三师之术 本来就是上个纪元洪荒大陆之术 飞黄也是从一个古老遗迹中得到 对方是什么来历 是不是洪荒末年战败之后的洪荒仙道强者之一 传说当年洪荒大陆剩下的那些强者 都进入了先级战场 消失无踪 这个老者 是不是其中之一 第5369章斩三师之术的创始人 金袍老者 目光炯炯 丁卓路鸣 仿佛要将路鸣看穿 人族 真的是人族 嗯 卷脉等级如此之低 是烈等血脉 烈等血脉居然有这么强大的战力 当真是奇迹 金袍老者一边丁卓路鸣看 一边嘀咕 边上 求求露出失望之色 他原本还以为是万恋族之人 还以为找到了同族之人 结果空欢喜一场 小家伙 你的斩三师之术 是谁传授给你的 居然能练出三位一体 真是难得 金袍老者问道 是一位前辈传授给我的 不过那位前辈的名字 晚辈就算说出来 前辈恐怕也不认识 而那位前辈 是从一处一记得到斩三师之术的 陆明如实相告 对方既然是洪荒人族 顿感亲切 陆明也放下了一部分戒备心 一记 什么一记 金袍老者有些莫名其妙 洪荒大陆的一记啊 洪荒大陆毁灭之后留下的一记 陆明道 什么 洪荒大陆毁灭 怎么回事 金袍老者大惊 满脸的不可思议 前辈不知 洪荒末年 洪荒大陆爆发今世大战 那一战中 洪荒大陆毁灭 宇宙之心四分五裂 前辈难道没有参与那一战吗 陆明问道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金袍老者似乎有些难以接受 脸色非常难看 洪荒大陆 有三位人王坐镇 还有万妖之王和绝世巫王 怎么会毁灭 宇宙之心怎么会被打崩 小家伙 你详细和我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谁出手 打崩了洪荒 金袍老者一脸的疑问 前辈真的没有参与那一战 陆明反问 没有 我离开洪荒 进入先级战场的时候 洪荒宇宙还好好的呢 繁荣昌盛 排名阳间十一 有望冲击前十呢 金袍老者道 陆明明白了 金袍老者是在洪荒大战之前 就离开了洪荒 进入了先级战场 但即便在先级战场 洪荒被灭那等大事 也该有所耳闻才对啊 难道对方很早之前就躲在了这里 与世隔绝 是这样的 攻打洪荒的 乃是阴界强者 陆明简单的将洪荒如何被灭 后来唐峰如何成仙 洪荒如何重入阳庭的事情 简单的说了一遍 原来如此 没想到啊 我这一躲 外界已经沧海桑田了 金袍老者叹息 满脸落寞 不知道前辈怎么称呼 陆明抱权问道 当初洪荒的道友 都称呼我三物老人 又有人称呼我为三物真仙 金袍老者道 三物真仙 陆明心里摇摇头 这个名字 他没听过 其实 他对于洪荒当年的那些仙道强者 并没有太多了解 了解的最多的 还是人族三王 毕竟洪荒大宇宙经历了毁灭新生 等于相隔了一个纪元 看到陆明脸上的疑惑 三物老人知道陆明没听书过 也不以为意 微微一笑道 说起来 展三师之术 当年还是老夫所创呢 你我也算有缘 这一下 轮到陆明瞠目结舌了 展三师之术 居然是三物老人所创 他这是遇到正主了 缘分啊 陆明有些激动起来 因为现在他判断 他修炼的展三师并不全 有后遗症 比如 渡劫的时候 怎么三身一起渡 而且仙劫的威力特别强大 他一直找不到方法解决 现在这个创始人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哈哈 的确是老夫所创 老夫之所以为被人称为三物 就是喜欢研究 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误一误 别人一误 我要三物 平生创出的各种妙述很多 但也因此耽误了修行 一辈子停留在真先之境 说到后面 三物老者露出叹息之色 说起来 我当年所创的展三师之术 并不全 你在不全的情况下 修炼出三位一体 足可见你的天赋惊人 但因为不全 也有一些缺陷和弱点 你如今到了准先进 应该感觉到了吧 三物老人道 不错 当即 陆明将这些年 修炼展三师之术 遇到的一些难点 讲了一遍 前辈可有解决之法 最后陆明问道 三物老人 没有正面回答陆明的问题 而是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三物老人 在洪荒大战之前 就来到了先级战场 后来因为争夺一件宝物 与阴界的真仙爆发大战 奈何对方人多 最后重伤 一路逃到了这里 万炼族虽然被那种 金属矿脉形成的阵法笼罩 但三物老人天赋异禀 精通阵法 万炼族的阵法并不能挡住他 他进入这里 躲在万炼熔炉中疗伤 这一疗伤 就是无尽的岁月 主要是三物老人的伤势太重了 这么多年过去都没有恢复 所以对外界的事情 一概不知 这些年 我在疗伤的时候 也在思考一些事情 完善以前创造的一些术语法 展三师之术 是我创造的所有妙述中 我最得意的一种 经过这么多年的参悟 后续阶段 我已经完善了 你拿去看看 三物老者一挥手 一块玉符飞向路鸣 路鸣接住 细细研读玉符中的内容 一看路鸣就知道 玉符的内容 正是展三师之术 前面的内容 与路鸣知道的 一模一样 后面的 则是三物老人完善后添加的 路鸣大喜 虽然只是粗略一般判 但他判断 这展三师之术 绝对是真的 千真万确 他对三物老人 最后一点戒备心 也都消失了 多谢前辈相赠 路鸣郑重道谢 无需客气 我也希望你能将 展三师之术 发扬光大呢 我自己是不行了 三物老人一叹 当初 三物老人也修炼了 展三师之术 展出过去和未来身 不过当初那一战 太过惨烈了 他的过去身和未来身 全部陨落 只剩下重伤的 现在身逃到了此地 过去身和未来身 一旦陨落 就不可能恢复了 主要是 他修为境界太高了 想要再展出 过去身和未来身 是不可能了 而路鸣三身极其强大 可将展三师之术 发扬光大 第5370章 三物老人的告诫 前辈 你的伤势如何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提 陆明道 其实他心里也清楚 三物老人的伤势 肯定极重 从刚才出手就可以看出来 刚才出手的威力虽然强 但却没能奈何的了陆明 要知道 三物老人 可是真仙 真仙出手 随意一巴掌 就能拍死陆明 可见三物老人 伤势有多重了 过去那么多年 三物老人 还这么虚弱 情况很不渺 当年对我出手的 是混虚大宇宙的 真仙强者 他在我体内 打入了一道 混虚仙力 至阴至邪 一直在侵蚀 我的仙魂和仙体 这些年 我若不是借助 这熔炉对抗 恐怕早就死了 但这么多年了 我都没有驱除掉这一缕 混虚仙力 若是我的过去身 和未来身 还在的话 以三位一体 早就驱除了 这一缕 混虚仙力了 三物老人 叹息道 陆明眼睛 微微一亮 道 不知道晚辈 能不能帮助前辈 恐怕不行 你的修为太低了 若是你达到 真仙之境 再施展三位一体 帮我驱除 混虚仙力 应该不难 但现在不行 不过如今 我看到了希望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我可以等 等你成仙之日 再来救我不迟 三物老人道 晚辈若成仙 定会帮前辈 驱除混虚仙力 助前辈康复 陆明抱拳道 好 好 三物老人 连连点头 无数年来 好不容易 一个同宇宙的后辈 并且还继承了 他的斩三师之术 显然他性质很高 脸上挂着笑容 随后又看向了球球 没想到 先级战场的生灵 还有神志清醒的存活于世 当真是闻所未闻 三物老人 非常好奇的打量球球 前辈 球球乃是万炼族 出生于这座地宫 他内体背部下了封印 需要用到万炼熔炉破解 不知前辈方便不方便 陆明道 无妨 我又不是时刻要待在这熔炉之中 三物老人一步踏出 离开了熔炉 小家伙 这熔炉非同小可 乃是整座地宫的中心 贯通地脉 里面还有一部仙京 老夫参悟多年 但估计只适合你这一族 好好把握吧 参悟老人道 多谢前辈 球球大喜 陆明也露出了喜色 万炼熔炉之中 居然还有一部仙京 真是出乎预料 球球飞身进入万炼熔炉 随后万炼熔炉发光 似乎在汲取大地深处的力量 陆明知道 球球已经开始破除封印 觉醒潜能了 千级战场的生灵 非同小可啊 估计是他体内的封印 救了他一命 保住了他的灵质疤 下封印之人的实力 当真恐怖 难以揣测 三物老人惊叹道 随后话音一转 问陆明 小家伙 现在有时间 你详细和我说说 我离开后 洪荒宇宙发生的事情 阴界有哪些势力 进攻了洪荒宇宙 千前陆明虽然说了一遍 但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脉络 细节并没有多说 洪荒末年进攻洪荒的阴界大宇宙 只要有三个 便是阴邪大宇宙 海谷大宇宙 还有明河大宇宙 当然 也有其他一些大宇宙 陆明回答 主要是这三个大宇宙吗 难道连他们的制强者都出动了 不然岂能打崩洪荒大宇宙 人族三王和巫妖二王 实力绝世强大 可没有那么好对付 三物老人醋眉 后来洪荒战败 死伤无数 轩辕人亡战死 剩下的高手进入先级战场 一去不回 陆明将他知道的 详细地讲了一遍 一直讲到唐风成仙 洪荒在入阳亭 才停了下来 三物老人听完后 陷入沉思 脸色难看 久久无言 过了好一会 三物老人才回过神来 对了陆明 你只是准先的修为 怎么会跑到真仙战场来 而且我看你根基不稳 似乎有暗伤 难道是仙节留下的 三物老人经验非常丰富 一眼就看出了陆明身上的问题 我是被黄天族的人追杀 不得已跑进真仙战场的 陆明将自己遭遇黄天族埋伏 又遭到炎火炎炎两兄弟攻击的事情 又说了一遍 赤炎大宇宙的人 居然不要命也要攻击你 你们之间又无冤无仇 这很不对劲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反常的现象 三物老人问道 反常的现象 对了 我在周围 看到了几个神魂大宇宙的人 不知道和神魂大宇宙的人 有没有关系 神魂大宇宙的人 那便是了 炎火炎炎两兄弟不要命的攻击你 肯定和神魂大宇宙有关 我知道神魂大宇宙有一种特殊手段 可控制他人的灵魂 炎火炎炎两兄弟 估计被神魂大宇宙的人控制了灵魂 一直埋伏在你身边 关键时刻 给你致命一击 居然有这种手段 陆明有些惊异 控制他人灵魂 这种手段真的有些恐怖 不错 不过这种手段 也不是那么耗施展的 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且耗时很长 并且杨廷早就规定 神魂大宇宙不能对杨坚的生灵施展这种手段 他们真是好大的胆子 若是杨廷知道 这是重罪 赞悟老者冷亨 他们估计是认为我死定了 所以才出手的 陆明道 施展这种手段 是需要一种媒介的 他们手上肯定有证据 赞悟老者告知了 这种控制灵魂手段的一些细节 神魂大宇宙的这种手段 最多只能对准仙有效 真仙成就仙魂 根本不可能被控制 而且用这种手段 需要媒介 上面会有被控制者的灵魂气息 陆明点点头 心里了然 神魂大宇宙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怀疑洪荒末期之战 就有他们在暗中插手 还有 苍天大宇宙也不能全信 要小心他们 赞悟老人叮嘱道 苍天大宇宙 陆明疑惑 这一次洪荒宇宙能够保住 并且重入阳亭 还多亏了苍天大宇宙呢 不错 洪荒末年那等金氏大战 苍天大宇宙岂会不知 却没有插手 而如今又插手保住洪荒宇宙 这很反常 我虽然参透不了其中的原因 但我感觉这始终不正常 你以后要多留意 赞悟老人道 陆明点点头 记在心里 第5371章完整篇 赞悟老人 乃是活了漫长岁月的真仙 年代比苍青神静的几位真仙 还要古老很多 了解的定然也很多 他这样告诫 定然有其道理 陆明暗暗记在心里 两人又聊了一会 这时 万恋熔炉中 爆发出强盛的气息 陆明知道 求求即将成功 一会之后 万恋熔炉内 传出了求求的声音 前辈 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参悟万恋先经 还请前辈等一段时间 无妨 你尽管参悟 赞悟老人道 万恋先经 陆明心里却是一栋 万恋族的名称 难道是因为这部先经 陆明 你现在可以好好参悟展三师之术了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尽管问我 赞悟老人道 前辈 我也正有问题想问 我现在度先结的时候 不管哪一身度先结 定然会引来三身一起度结 而且先结的威力 非常强大 远超正常先结 而且我想施展三位一体度结的时候 威力会再度增强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 陆明问道 这个问题 是关重大 继续这样下去 后面的先结 陆明想要继续度最强的话 很难 就练展三师之术 度先结的时候 必定会引来三身其度 这一点无法改变 我参悟多年 也没有找到解决之法 并且先结势必会更强 不过 后面一个问题 却被我参透了 关于如何在施展三位一体的时候 不增强先结的威力 施展展三师之术 为什么先结会增强 那是因为三身力量融合成一种更强的力量 所以先结力量会增强 但归根结底 还是你对三位一体运用的不够熟练 参悟的不够透彻 若是运用的够熟练 完全可以规避这种问题 我给你的预符中 都有记载 你可先好好参悟一番 参悟老人道 多谢前辈 陆明大喜 虽然不能减弱先结的威力 但是能增强自己的实力 那也是一样的 之前他不敢施展三位一体 是因为施展三位一体后 先结的力量也会跟着增强 那还不如不施展 如果能在施展三位一体的时候 先结的威力不增强 那度先结 照样可以轻松很多 当即 陆明盘膝而坐 拿出了三五老人给的预符 细细的参悟起来 陆明从头开始参悟 前面的和陆明以前修炼的差不多 最多有一点点改动 陆明很快就完全悟透 然后便是后期 他没有参悟过的内容 随着观看 陆明眼睛越来越亮 按照三五老人的记载 练出三位一体 只能说小成而已 斩三师之术修炼到大成 将会三身合一 喝酒必分 分酒必合 斩三师之术 一开始斩出三身 各自修炼 等修炼到一定的境界 然后再三身融合 成就最强 当然这个境界 即便是三五老人 也没有实践过 只是他的推论而已 毕竟 他的过去身和未来身 已经陨落 当然 那种完全融合 永久的融合 是修炼到大成之后 才能成就的 在此之前 斩展三位一体 可短暂融合 这是三位一体 更高深的用法 现在陆明斩展三位一体 只是力量的融合而已 更高深的用法 不仅是力量的融合 还有肉身的融合 灵魂的融合 圆根的融合 那才是三位一体 最强的体现 一旦施展 战力将会暴涨 并且非常惊人 妙 真是妙啊 陆明越看越是兴奋 里面不仅解决了 杜结的问题 还将斩三师之术 完美的补充了出来 三五老人 当真是精是奇才 这部斩三师之术 完全能够媲美仙精 不 甚至比一般的仙精 更加的玄妙 更加非凡 不是仙精 圣死仙精 不过 修炼的条件苛刻了一些 必须修为 还比较弱小的时候 开始修炼 一旦修为达到本源 就难以修炼了 展出过去未来身 这个过程很凶险 也很难 修为越高越难 肉身与灵魂越稳固 就越难成功 一个补肾会将自己斩死 所以 飞黄得到之后 没有修炼 就是这个原因 三五老人年轻的时候 就创出了展三师之术的前面部分 所以才修炼出了三身 陆明全心全意的参悟起了展三师之术 有不懂的地方 就询问三五老人 进步飞快 转眼 就过去了十几天 陆明基本将斩三师之术的后续搞懂了 接下来就等着它慢慢实践了 陆明的三身 盘坐于十世之中 三位一体 陆明心面移动 是斩出三位一体 三身的力量融会贯通 形成了一股更强的力量 融 陆明低贺一生 过去身和未来身 猛然冲向了现在身 这一次 不是藏身于现在身体内 而是要与陆明的现在身融合 三身更冲在一起的时候 未来身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排斥的向后飞 只有过去身 短暂的与现在身融合在一起 但只是坚持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过去身也飞了出来 三身想要融合 彼此之间的排斥 非常大 陆明有些遗憾 但是他也明白 斩三师之术斩出的三身 可不是分身 而是实实在在的个体 有思想有经历的个人 虽然同源 但是想要融合在一起 千难万难 只是短暂的融合而已 就如此艰难 想要修炼到大成 三身彻底合二为一 化为一身 难度更是难以想象 无需气馁 你这才刚开始修炼而已 就有这样的成果 说明你悟性惊人 只要努力修炼 修炼到大成 也不是什么难事 三物老人微笑道 眼神深处 有些惊讶 斩三师之术有多难 连有人比他更清楚 陆明才这么点时间 就有这样的成就 已经极为惊人了 而这时 万炼熔炉的炉盖打开 球球从里面飞了出来 陆明仔细打量球球 发现球球真的有些不一样了 气质有了很大的变化 主要是 陆明从球球体内 感觉到一股惊人的能量 这是球球的潜能 球球的修为 虽然没有变化 但潜能却完全释放了 估计天赋会更加变态 第5372章叶青的秘密 球球 你感觉怎么样 陆明迎了上去问道 陆明 我体内果然有封印 封住了我的潜能 也封住了我的意识 现在我借助万炼熔炉 破除了封印 而且 万炼熔炉中 有一部万炼仙精 也被我得到了 球球有些激动的道 但陆明看得出来 球球眼神深处 带着一丝浓郁的伤感 球球 你记起来以前的事了 陆明在问 嗯 是的 我的确是出自万炼族 当初 万炼族的族长 便是我爷爷 球球道 这身份 倒是和暗夜强微很像啊 陆明心里默念了一句 那你记不记得 当年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你的族人 全部化光而去 陆明继续问道 不清楚 我那时年龄很小 只一息记得 天地忽然巨震 然后我便陷入了黑暗之中 球球回答 这一点 依然和暗夜强微非常相似 难道是因为年纪小 身边又有一个极其强大的高手 所以才能保住性命 以及保住意识没有封 陆明觉得 强微族和万炼族 即便在先级战场 都是极其强大恐怖的大族 因为 就连三五老人 都没有见过先级战场 存在正常的生灵 即便有活着的 也都封了 如球球这样正常的生灵 闻所未闻 暗夜强微和球球 既然能安然的存活下来 必定有很多相同的点 对了 球球 那你记得你是被谁带到洪荒宇宙的吗 这个记得 我在此醒来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叫夜青 球球到 夜青 又是夜青 陆明心里一跳 看来 暗夜强微和球球 都是夜青从先级战场 带到洪荒宇宙去的 可惜 和暗夜强微一样 球球醒来没多久 也在此陷入沉睡 当他再次醒来 没过多久 就遇到了陆明 所以 并不知道夜青的其他消息 夜青 居然是夜青 出乎陆明的预料 三物老人听到后 居然发出惊讶的声音 前辈 你知道夜青 陆明眼睛一亮 看向三物老人 听说我 这是我们洪荒宇宙极为久远的一位前辈 传说这位前辈精彩绝艳 公参造化 深不可测 三物老人道 那他去了哪里 怎么洪荒宇宙没有他的消息和线索 陆明道 苍青神静的三位始祖 还有妖族凤凰 亚仙族苍林 甚至小人王 都没提过关于夜青的事情 他们可都是上个纪元活下来的仙道强者 当然 也不排除 他们知道 只是没说而已 夜青的年代极为久远了 知道他是几支人 其实也不多 我也是在年轻的时候 机缘巧合 听一位前辈提起过 据说 圣西人王 年轻的时候 曾得到过夜青的传承 而人王轩元 更是与夜青有非凡的关联 有小道消息说 人王轩元的祖上 很可能就是夜青 三物老人道 什么 陆明称目结舌 圣西人王曾得到过夜青的传承 这还好说 可人王轩元 居然是夜青的后人 这怎么可能 近视都不一样 当然 这些都是传说 未必为真 但有一点关于夜青的传说 绝对为真 你应该知道洪荒宇宙的各大禁地吧 那你知道 他们怎么来的吗 为什么一直驻足洪荒宇宙不走 三物老人继续道 难道与夜青有关 不错 正是与夜青有关 三物老人郑重点头 道 夜青的年代 非常久远 那个时候 洪荒刚经历了百族大战 巫妖两族 才刚刚崛起 洪荒宇宙的整体实力 还很弱小 连一位真仙都没有 在阳间根本排不上号 而夜青就在那个时候 快速的崛起 展露出绝世无上的天赋 突破真仙 甚至达到仙王境 明镇整个宇宙海 夜青闯荡先级战场 掠杀阴界生灵 连皇天族的妖孽 都不是他的对手 风头一时无两 那个时候 许多人都怀疑 夜青在先级战场 获得了逆天的机缘 特别是在阴界 有小范围传说 夜青身上 有突破先王之上的法门 有人猜测 阴界那些强者 之所以举足入侵洪荒宇宙 并且驻足不走 就是与突破先王之上的法门有关 但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估计除了那些禁地生灵本身 其他人谁也不清楚 三沃老人解释道 陆明新潮起伏 难以平静 他脑中转过很多念头 他以前一直很好奇 那些禁地生灵 在很早之前 就攻打过洪荒宇宙 但那个时候 洪荒宇宙的整体实力 还很弱小 这些禁地生灵 有必要兴师动众吗 要知道 每个禁地的主宰者 那可都是先王 能让先王强者 兴师动众的 是什么 如果是突破 先王之上的法门 那完全说得通了 但 先王之上 真的还有更高的境界吗 陆明向三沃老人提出了这个疑问 不清楚 我反正没有见过那个层次的存在 但所有人都猜测 天之族中 必定有那个等级的存在 其他宇宙有没有不好说 但我知道 排名前几的那些大宇宙 都有恐怖的存在作证 当年就连人王都要避其锋芒 三沃老人道 那那位叶清前辈去了哪里 难道被那些禁地生灵 连手击杀了吗 陆明问道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也许三位人王 还有那些先王 比我了解的更加清楚 三沃老人摇头道 陆明决定 有机会去请教一下小人王宣元毅 见如今的洪荒宇宙 估计没有人比小人王知道更多秘密了 很快 陆明又将注意力转到求求身上 求求 你的万恋仙精 可以修炼吗 陆明问道 可以是可以 但估计只能参悟出一些皮毛 求求道 万恋仙精 我也参悟过 是一部极强的仙精 修成之后 可炼出万恋精神 神力无上 万法不破 端是威力强绝 可惜除了万恋族 其他种族很难修炼成功 依你现在六截准仙的修为 勉强可修炼 但修炼出来的 估计只相当于准仙术 想要完全参透 起码需要真仙的修为 三沃老人道 第5373章告别 不过 修炼需要很多奇特的金属啊 恐怕不易凑齐 求求有些郁闷 这点你不用担心 你们万恋族在此有一个金属储存库 里面有许多奇特的金属 对你多半有用 我带你去看看 三沃老人道 当先向这时事之外飞去 原来 在这时壁上 还有几个时事 都有时门关注 时门上有阵法覆盖 所以陆明和求求没有注意到 不过 三沃老人精通阵法 炼器 炼丹等 阵法造以极深 即便重伤之躯 也能轻易破开阵法 进入时事之中 果然 在一间时事之中 看到了琳琅满目的金属 各种不同的金属 散发各种不同的霞光 很多种金属 路名都闻所闻为 但可以肯定 都是西式珍宝 求求看得都快流口水了 然后直接飞了出去 在各种金属堆中打滚 不过根根据老夫推测 以你现在的修为 想要修炼成万炼仙金皮毛 获得不凡的威力 就算有这些奇特金属 起码也需要十万年以上的时间 在我老人的话 打击得求求一愣一愣的 当然 你们万炼族 也有自身的捷径可走 在另外一座时事中 有一座阵法 可助你快速炼成万炼仙金 估计只要数百年 便可初步成功 在我老人道 也要数百年 求求依然觉得太慢了 要知道 陆明在真仙战场 最多只能待一百年而已 一百年之内 陆明肯定是要离开的 他哪有数百年时间修炼 可是不在此修炼 就要花费十万年以上 那时间也太长了 这可是仙金 虽然只是修炼一丝皮毛 但也非同小可 只是数百年 已经极快了 换做其他人 都要笑掉大牙 在我老人有些无语的道 求求 你就在这里修炼吧 等你修炼成功 再去找我不迟 陆明看出了求求的犹豫 微笑的安慰 他也打算让求求 留在这里修炼 反正陆明还差 一万五六千的战功 就积累够十万战功了 到时就要离开仙级战场 返回原初之地了 求求没有预服 没有获得战功 是不能够进入原初之地的 而且求求进入原初之地 也没啥用 他又不修炼原初之力 也不修炼本源 他只要有足够的金属 和准仙兵吃就可以了 求求是仙级战场的生灵 留在仙级战场 才是最适合的 跟着他 反而耽误他的前途 陆明 求求满脸不舍 我反正又不急着走 等过几十年我再走 你安心修炼便是 陆明一笑道 我尽快修炼 争取百年内完成 求求咬牙道 最后 求求根据万战先经的要求 挑选了相对应的金属 然后进入 然后进入到另外一座石室 这间石室 有一座玄妙的阵法 正是当年万战族用来辅助修炼的 求求来到阵法中间 化为一个金属圆球 然后各种金属材料 悬浮在周围 其 在我老人打出了一道道符文 催动了这座万古都没有动过的阵法 这座阵法 散发光芒 开始启动 很明显 当年布置这座阵法之人 修为高到了难以想象 不然的话 过去了那么漫长无尽的岁月 阵法不可能还能运转 阵法运转 那些特殊的金属 犹如液体一般蠕动起来 最后将求求包裹在其中 求求 化为一乐如金属残茧一般的东西 这小家伙 进入到深层次的修炼当中了 恐怕不成功 不会醒来了 我们离开吧 三物老人道 陆明和三物老人 返回了原先的那间密室 三物老人重新进入到万炼熔炉之中 而陆明 在这里安心参物展三师之术 有不懂的地方 便请教三物老人 同时 在参物展三师之术的时候 也在参物本源 可惜 陆明的根基受损很严重 在根基没有修复之前 修为根本得不到丝毫提升 陆明现在修炼 只是在修补根基而已 但是 效率极慢 按照这个速度 想要完全修复好 没有一个恒星年基本上不可能 这还算是快的了 其他人一旦伤了根基 动则修养几十个恒星年的 转眼间 就过去了九十多年 距离百年的时间 不远了 这个时候 陆明准备离开 不过 球球依然在闭关之中 恐怕像三物老人说的一样 球球没有几百年时间 是不可能出关的了 前辈 你不离开吗 陆明问三物老人 我很难离开 此地是万炼族核心 万炼熔炉贯通地脉 不断汲取力量 我才能压制住混虚心力 一旦离开 没有了万炼熔炉的力量压制 要分心抵挡雷杰 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要陨落 三物老人道 他也是无奈 要是能离开 三物老人早就离开了 这可是真仙战场 雷杰支援没有隔绝 真仙也是时常遭到雷杰轰击的 一旦离开此地 就算带着万炼熔炉 但万炼熔炉不能汲取足够的力量的话 也会压制不住混虚心力 再加上雷杰轰击的话 三物老人支撑不了太久 这九十多年 陆明时常看到三物老人被雷杰轰击 这种雷杰 对于陆明来说 自然是无法抵挡的强大 但对于真仙来说 却不算什么 一般真仙 都可以轻松挡下 并且借助雷杰粗链鲜体与鲜魂 三物老人虽然重伤 但只要借助万炼熔炉的力量压住体内的混虚心力 就可以挡住雷杰的轰击 前辈 等晚被踏入仙道 定会回来替前辈驱除混虚心力 陆明道 多年相处下来 陆明已经真心地接纳了三物老人 当三物老人当成一个可敬的前辈 这些年 除了斩三师之术 陆明也在三物老人这里 学会了很多其他知识 老夫相信你 以你的天赋 很快就能正道成仙 将来踏足仙王领域 也是迟早的事情 三物老人含笑道 这些年相处下来 三物老人越发对陆明的天赋感觉惊叹 如此天赋 就算是他这种活了漫长岁月的老古董 也是少见 第五千三百七十四章轮回密地 最后 陆明留下了一大批准先兵 这是当作求求以后的口粮的 然后在三物老人的护送下 离开了万炼族族地 来到地面上 来到地面上 陆明就感觉到那种沉闷的压力 好像头顶时刻悬浮着一把利刃 随时可能斩落 陆明知道 这是雷杰之源 恐怕再过几年 新的雷杰 就会再度降临 当然 在此之前离开 雷杰之源就不会锁定他了 真行一晃 陆明继续地向着南边飞去 还好 此地距离准先战场很近 所以在此活动的真仙极少 上次遇到两位真仙大战 纯属意外 一段时间后 陆明来到了准先战场的边缘 此地 正是他上次进入的地方 陆明收敛气息 冲入了准先战场之中 那种沉闷的压力 瞬间消失了 随后 陆明临时全开 扫视四周 他怕黄天上明等人 还在周围 不过 他想多了 这里是七节到九节准先活动的区域 黄天上明显然不敢久留 怕遭到阳间高阶准先的击杀 同样 当初那个圣光大宇宙的 八节准先也不在了 毕竟过去了九十多年了 不知道秦翰他们怎么样了 陆明不禁有些担忧 当初 他将太上先城扔了出去 并且扔出很远 不知道秦翰等人 能不能抓住机会逃走 但陆明心里有不好的预感 认为秦翰等人脱身的机会渺茫 但只要藏身在太上先城之中 应该是安全的 黄天上明等人除非去找真先帮助 不然没有那么容易破开太上先城的禁止 但陆明估计 对方不会轻易去找真先出手 毕竟他自身不在里面 只是几个相对不怎么重要的人而已 如果他自身在里面 对方打不开 那真的会带着太上先城离开先级战场 去寻找真先帮助 若秦翰等人 真的落在黄天上明他们手里 陆明还有机会从对方手中夺回来 陆明快速地向着南边而去 有惊无险 陆明成功地进入来到准先战场的中部区域 然后快速地向着阳间的主城飞去 可是 没有多久 陆明就遭到了一种的攻击 陆明有些郁闷 他知道 他突破到六截准先 后面在这中部区域 就很容易吸引一种的攻击了 好在他现在足够强大 相当于半部六截准先 即便是六截一种 在他手中也是不堪一击 很轻易地将几只一种击杀 向着主城赶去 快要临近主城的时候 陆明给秦翰等人传音 但没能传出去 陆明估计 多半不妙 等回到主城的时候 陆明发现主城的人比以前少了很多 并且 苍天流沙 苍天鹿等人 都不在主城 两天前离开了 什么 轮回秘的出现 打听之后 陆明心里一震 他现在已经知道 轮回物质 就出自轮回秘地 只有轮回秘地 才有轮回物质 但是轮回秘地神秘莫测 没人能够找到 无尽岁月以来 无数高手 甚至仙道生灵 耗费无尽心血 想要主动找到轮回秘地 却全部失败 想要进入轮回秘地 获得轮回物质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等轮回秘地主动出现 轮回秘地的出现 没有任何规律 没有时间规律 也没有空间规律 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历史上 轮回秘地在准仙战场 最南边出现过 也在中部区域出现过 也在北部区域出现过 同样也在真仙战场出现过 这一次 便是在中部区域出现 顿时吸引了数人前往 苍天流沙等人 便是赶往轮回秘地了 因为 轮回秘地中 不仅仅有轮回物质 还有许多其他的宝物 请问一下 这些年 有没有看到秦汉他们 陆明找到了几个熟人询问 这几人 当年和秦汉等人的关系不错 没有 当初他们不是和你一起离开了吗 说是一起猎杀阴邪大宇宙的人 结果你们一去不回 所有人都以为 你们战死了 苍天流沙和苍天漏两位小姐 还为你们叹息呢 对了 当年你们遇到了什么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回来 一个中年大汉好奇地问道 当年遇到了埋伏 我侥幸脱身 但受到重伤 这些年一直在养伤 陆明简单地应付了一句 没有细说 心里却有些沉重 秦汉等人没有返回主城 情况多半不妙 若是秦汉等人脱身了 肯定会返回这座主城的 随后 陆明询问了轮回密的出现的方位 便离开了主城 向着轮回密地而去 轮回密地难得出现一次 陆明自然不想错过 想去看看 即便不能得到什么宝物 常常见识也是好的 一路上 陆明遭到了好几次一种的攻击 所以稍微多耽搁了一些时间 足足用了五天 才来到轮回密地所在地 远远的 陆明就发现了一场 远处的虚空 传来了惊人的空间波动 空间如水波一般荡漾 重重叠叠 变幻不定 在重重叠叠的空间中 露出了大片的山脉 一座座其风处立 仿佛从远古的岁月 跨越时空而来 乍一看感觉很近 仔细一看又感觉很远 在无穷遥远处 在这片奇特的虚空附近 已经有非常多的身影 立于半空之中 当然 这些身影 分为了两个阵营 一个是阳间的阵营 但凡来自阳间 都会聚在一块 另外一个 自然阴界的阵营 两大阵营相隔了一段距离 彼此对峙 并没有动手 而是看着那片空间中的山脉 陆明向着阳间 阵营飞去 陆明一靠近 苍天流沙就看到了陆明 眼睛一亮 其他人也纷纷看向陆明 特别是苍天路等于陆明关系较好的 都露出了喜色 九十几年前 陆明带人去猎杀阴邪大宇宙的人 却一去不回 那一批人 唯有一个返回的 消失的无影无踪 所有人都认为 陆明他们是凶多吉少了 没想到现在能够再见陆明 陆明踏步靠近 陆明 当年你们去猎杀阴邪大宇宙的人发生了什么 怎么这么多年雅无音信 苍天路连忙问道 当年我们遭遇阴界的埋伏 我侥幸冲出重围 这些年一直在疗伤 陆明解释了一句 第五千三百七十五章神魂发难 你的根基 似乎不稳 是当初那一战受损了 苍天流沙目光如炬 看出了陆明身体有问题 是的 当初一战我身受重伤 被皇天一族的妖孽追杀 不得已逃到了真仙战场 提前引来了仙杰 在仙杰之下 伤了根基 陆明一探道 皇天一族 哼 如此看来 那一次是皇天一族 针对你的阴谋 苍天流沙道 陆明 你居然还没死 这时 人群中响起了一道别样的声音 许多人纷纷看向声音来源处 陆明也第一时间 捕捉到说话的人 神魂大宇宙 陆明眼中闪烁着寒光 刚才开口之人 正是神魂大宇宙的人 此人 他见过 包括此人身边的几人 当初陆明被皇天上名 陆明追杀 逃走的时候 临时曾扫十四周 曾发现了几个神魂大宇宙的人鬼鬼碎碎 躲在一旁 就是这几人 陆明本来就怀疑这几人 通过请教三物老人 陆明更是怀疑 炎火炎炎兄弟不要命的对他出手 是不是这几人所为 他还没有找这几人麻烦 这几人倒是自己跳出来了 怎么称呼 陆明盯着刚才开口的那人 冷冷的问道 魂集 神魂大宇宙的那个青年回答 听你刚才的语气 我没死 你很失望 陆明道 不错 对于你这样的卑鄙小人 违反杨婷律条 财杀杨婷以图自保之人 没死 我的确很失望 魂集大声道 声音传遍了杨间这边 违反杨婷律条 残杀杨婷之人 许多人的目光 都看向陆明 带着一丝冷意 如果真是如此 那陆明就该死了 魂集 零有证据 不要血口喷人 苍天路冷声道 而苍天流沙 并没有开口 只是静静地看着 苍天路大人 我自然有证据 魂集一笑 镇定自若 继续道 九十几年前 我与几位兄弟在靠近背部区域的地方无意中碰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陆明带着一批人 去猎杀阴邪大宇宙的人 却遭到阴界的围杀 这一点 陆明刚才已经承认了 而那一战 非常惨烈 前去的人 全部战死 只剩下陆明一人逃生 你们知道 他是怎么逃生的吗 说到这里 魂集故意停顿了一下 目光扫十四周 看到所有人都露出好奇之色 才又继续开口 那是因为陆明抛弃队友 以队友为掩护 独自逃生 甚至 他还对身边的人下手 将身边的人推向阴界的高手 为了是能阻挡阴界高手一点时间 让他好脱身 而那被他推向阴界的人 正是赤炎大宇宙的炎火 炎炎兄弟 什么 此言一处 现场一片哗然 抛弃队友 甚至将队友推向敌人 以求自己脱身 这实在太卑鄙了 特别是东边那座主城的人 知道炎炎炎火兄弟 和陆明关系很好 经常在一起猎杀阴界生灵 关系如此好好这么做 那真是丧心病狂 证据呢 陆明脸色依然平静 淡淡地问道 证据 呵呵 那么多人 为什么只有你一人脱身 其他人都死了 这就是证据 陆明你还真是卑鄙无耻啊 连自己人都出卖 魂集冷笑 这时 一批人上前 靠近陆明 这些人 都是来自赤炎大宇宙的准仙 其中一人盯着陆明道 陆明 魂集说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假的 挑拨离间而已 陆明道 陆明 你还是不死心 你要证据是吧 简单 当初我们看到 炎火炎炎兄弟 发现陆明居然对他们下手 想将他们推向阴界的高手 也对陆明很失望 木火攻心之下 不想让陆明得逞 所以就自爆了 据我所知 你们吃炎大宇 大宇宙有种特殊手段 一旦攻击到敌人 就会有一种特殊的热气 进入敌人体内 我断定 陆明体内 就有这样的热气 你们吃炎大宇宙 应该有办法抽离出来吧 魂集冷笑 最后看向 吃炎大宇宙的人 不错 我们的确有这种手段 陆明 为了证明你的清白 还请让我们试一试 吃炎大宇宙的那个中年道 陆明眼神微微一冷 他知道 他体内 肯定有那种热气 赤炎大宇宙的人出手 肯定能抽取出来 因为 炎火炎炎偷袭重创了他 很显然 魂集将这一切都料到了 就是要利用这一次 对付陆明 而且还可以挑拨 赤炎大宇宙和洪荒大宇宙的关系 一举两得 魂集冷笑 现在 陆明进退两难 如果陆明不答应 那就是心虚 侧面印证了他对话 若是答应 那更是证据确凿 陆明 看你怎么翻身 神魂大宇宙 欲清大宇宙和圣光大宇宙的人 心里都在冷笑 这一次 苍天鹿都没有说话了 因为事情很简单 只要一事就知道了 说多了反而成了狡辩 别人会说他包庇陆明 陆明 你敢不敢让赤炎大宇宙的人 试一试 魂集步步紧逼 事实就是事 有何不可 陆明忽然一笑 看向赤炎大宇宙的人 道 你们出手吧 得罪了 赤炎大宇宙的人开始出手 几人联手 施展出奇特的手段 打出了一道光芒 笼罩住陆明全身 几分钟之后 陆明身上 真的有两道热气被抽取了出来 犹如两条小蛇 在不断地游走 真的抽取出热气了 赤炎大宇宙的人脸色变了 而现场更是一片哗然 陆明 你卑鄙无耻 为了自己活命 不仅抛弃队友 还对队友出手 罪该万死 不错 陆明 你违反了阳庭律条 自我了结吧 神魂大宇宙 圣光大宇宙和玉清大宇宙的人 趁机大吼 你们急什么 赤炎大宇宙的人 明明是你们神魂大宇宙的人杀的 与我何干 此时 陆明忽然冷冷地开口 声音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中 嗯 怎么回事 许多人都露出疑惑之色 不明白陆明为什么这么说 陆明 到这个时候你还想狡辩 而且还想污蔑我们 苍天族的诸位大人 陆明此人太过卑鄙 建议立刻出手 除掉他 滚吉大喝 最后看向了苍天流沙等人 第5376章陆明的反击 若是陆明真的做了 我会亲自出手 不过在出手之前 听听他说什么也无妨 陆明 你有什么话 继续说吧 苍天流沙开口道 任谁都听得出来 苍天流沙这是有意帮陆明 但是以苍天流沙的身份 没有人敢顶撞和质疑 魂吉也不敢 刚才魂吉说的 有一部分是真的 炎炎炎火兄弟 也的确对我出过手 最后自爆了 但是他们自爆 不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他们 神魂大宇宙的人 陆明冷冷的看着魂吉道 魂吉脸色微微一变 苛斥道 陆明 你真是卑鄙 自己出手了不承认 还想污蔑我们 是污蔑吗 我知道 你们神魂大宇宙 有一种控制他人灵魂的方法 事实就是 你们控制了炎火炎炎的灵魂 一直让他埋伏在我身边 目的就是伺机刺杀我 如此做有两个目的 一个趁机除掉我 一个是破坏赤炎大宇宙 和洪荒大宇宙的关系 陆明大声道 剑场的人 没有笨蛋 不明此言一出 许多人露出思索之色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 在久远的过去 洪荒宇宙快速崛起 而神魂大宇宙和 盛光大宇宙 与清大宇宙 是一个小联盟 与洪荒大宇宙的关系很差 双方时刻发生摩擦 特别是这三个大宇宙 现在的一些大人物 年轻的时候 被洪荒大宇宙那些高手 镇压得很惨 比如 与人王同年代的人物 就很惨 被镇压得抬不起头来 现在洪荒宇宙重现 重新加入阳庭 神魂大宇宙的人多半会不爽 算计洪荒宇宙 也正常 陆明说的 也不无道理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 陆明 你学口喷人 魂急怒吼 我学口喷人 事实的经过就是 那次我们遭到了英界大宇宙的围攻 我本来要全力带着秦汉 炎火炎炎他们通围 但炎火炎炎突然对我出手 将我重创 同时自爆 想要杀我 炎火炎炎兄弟和我无冤无仇 他们为什么会自爆杀我 不是被控制了是什么 还有 那一次 你们几人 恰好就出现在那附近 是不是太巧合了一些 陆明连续的反问 很多人眼中的思索之色更浓了 因为按照陆明这种说法 也完全能说得通 而且 魂急等人 恰好就在那附近 天下真的有那么多巧合 若是没有陆明提醒 许多人下意识的就以为真的是巧合 但陆明这么一提醒 那就值得怀疑了 绝口喷人 污蔑 这是污蔑 苍天族的大人 还为我们主持公道啊 魂急等人立马哭诉 一幅受到了天大冤枉的模样 是不是污蔑 一查便知 据我所知 你们神魂大宇宙的人要控制他人灵魂 一定要用到某种媒介 媒介上面 肯定有被控制者的残魂印记 只要搜一搜你们的储物戒指 查一查有没有那种媒介 就清楚了 陆明冷声道 魂急等人 脸色猛然一变 眼神深处露出一丝惊慌 陆明立刻知道 对方身上还带着控制炎火炎炎兄弟的媒介 没用毁掉 让我查一查处物戒指 陆明冷喝 怕不向前 就想 处物戒指关乎个人秘密 岂容你说查就查 魂急大喝 刚才你们要试我 我让你们试了 现在要查你 你却不让查了 其有此理 陆明大喝 身形猛然加快 冲向了魂急等人 陆明 你敢动手 你这是自相残杀 违反阳庭律条 魂急怒吼 同时全力出手对抗 魂急边上神魂大宇宙的其他高手 也一起出手了 就连玉清与圣光大宇宙也有高手出手 除了他们 就没有其他人出手了 陆明的话 本来就让众人起了疑心 还有 苍天族的人 都没有阻止陆明 显然是默认了 他们又岂会自讨没趣的出手 钱杂人等 滚 陆明冷喝 手中的长枪横扫而出 以陆明现在的战力 这些人哪里能是他的对手 长枪碾压而过 所有人的攻击崩溃 几时到身影向后暴退 接着 陆明大手一爪 对着魂急和神魂大宇宙两个青年抓了下去 这两个青年 正是当初与魂急一起的两人 魂急三人脸色大变 魂身发光 灵魂之力爆发 打出了至强的灵魂攻击 陆明感觉抖转心仪 四周的环境大变 陆明的攻击停了下来 打亮四周 幻境吗 陆明低语 这显然是对方利用灵魂攻击手段 制造的幻境 不过 他们用错了对象 陆明的未来身出手 都没有现身 只是在陆明园跟附近展出了一剑 一道剑光冲天而去 对着虚空一批 顿时 天地裂开 幻境崩溃 陆明便看到 魂急几人 正全力冲向陆明 犀利的剑光 展向陆明的丹田要害 这明显是要趁陆明陷入幻境的时候 刺激偷袭 啾啾啾 陆明连续刺出了三枪 枪王暴涨 直接将对方的攻击击溃 魂急三人暴退 边退边可选 陆明急速跟进 大手一压 一只巨大的手掌 镇压在三人身上 将三人重重的砸在了地上 地面上砸出了一个巨坑 三人躺在其中浑身抽搐个不停 神魂大宇宙的人 最强的便是灵魂攻击 一旦灵魂攻击被挡住 那就比较好对付了 陆明伸手一抓 将三人的储物戒指抓了过来 然后快速查看起来 很快 两个人偶出现在陆明手里 在人偶上面 陆明感觉到炎火炎炎兄弟的气息 陆明明白 这就是控制炎火炎炎兄弟的媒介 赤炎宇宙的兄弟 你们看看 这是不是炎炎炎火的灵魂气息 陆明将两个人偶 给了赤炎大宇宙的人看 赤炎大宇宙的人一看 就露出愤怒之色 不错 就是炎炎炎火兄弟的气息 赤炎宇宙的人怒吼 随即 陆明又将两个人偶 交给了苍天流沙观看 苍天流沙的脸色 也阴沉下来 第5377章真仙道来 苍天流沙脸色一沉 看向了魂集等人 道 我需要你们一个解释 流沙大人 冤枉啊 陆明那是血口喷人 我们根本没有控制炎火炎炎兄弟的灵魂 魂集大叫 证据确凿 你还想狡辩 陆明冷喝 这算什么证据 只是有炎火炎炎兄弟的灵魂印记而已 是 我承认 我是暗中偷取了炎火炎炎兄弟的一丝灵魂印记 但并不是要控制他们的灵魂 我只是有收集其他人灵魂印记的爱好 用来研究灵魂知道 怎么 这也不行吗 魂集大吼 苍天流沙 微微一愣 单靠这两个人偶 的确证明不了魂集控制了炎炎炎火兄弟的灵魂 除非炎炎炎火兄弟两人在场 那就可证明了 可惜炎炎炎火兄弟已经陨落 陆明目光闪烁冷光 魂集这明显示要来个死无对证 蒙混过关 陆明 明明是你杀了炎火炎炎兄弟 却想污蔑我们 其心歹毒 我建议当众格杀 魂集叫嚣 碰 陆明的身形 猛然冲了出去 一枪刺向了魂集 他懒得废话了 直接出手杀了算了 但是 一道身影无声无息的出现在陆明前方 一道剑光一闪 击中了长枪 陆明身体一震 被强大的力量震得向后暴退 是苍天流沙出手了 陆明 现在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他们控制了炎火炎炎兄弟的灵魂 你若是杀了他 就是违反阳庭律条 到时候神魂大宇宙的先到强者 以此做文章 恐怕对你不利 苍天流沙道 陆明目光冷烈 但最终没有再动手 他明白 苍天流沙说的对 现在若是出手杀了魂集等人 神魂大宇宙的高手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 苍天一族为阳庭的主宰者 肯定会维护阳庭律条 有苍天流沙在 陆明杀不了魂集等人 陆明 你放心 此时我会禀报阳庭执法殿 让他们查清魂集他们 到底有没有控制炎火炎炎兄弟 给你一个公道 苍天流沙给陆明传音 陆明点点头 没有再说 收起了长枪 后退到原地 魂集等人起身 扶下几个丹药 眼神怨毒的丁卓陆明 好了 此时暂时作罢 我会常报阳庭 日后总有一个水落石出的时候 苍天流沙大声道 维持现场 刷刷刷 此时 又有一道道身影破空而来 陆明目光一扫 微微一鸣 是神魂大宇宙的人 人数 起码有一百多 神魂大宇宙 作为阳间排名第三的大宇宙 实力自然极强 在中部区域的高手极多 分散在各个主城区域 这一次轮回密的出现 中部区域各处的人 都蜂拥而至 不仅仅只局限一个主城 简然 神魂大宇宙这些人 来自其他主城 魂集看到这些人 露出了喜色 连忙上去迎接 然后 就嘀嘀咕咕咕地说了一些话 顿时 神魂大宇宙的那些高手 望向露鸣的时候 眼神中充满杀鸡 空 固然 虚空之上 传来了一股惊人的气息 这股气息 高高在上 仿佛永恒不朽 雄厚如宇宙 深邃如汪洋 真仙到了 阳间的第一个真仙 降临 轮回密地 这等重要的地方将要出现 各大宇宙 早就派人将消息传出去了 当然 真仙想要赶来 也没有那么快 需要一定的时间 毕竟 中部区域想要将消息传出去 必须通过主城的传颂阵 离开仙级战场 返回各自的大宇宙 将消息传给各自大宇宙坐镇的真仙 或者仙王 然后那些真仙仙王进入到仙级战场 通知其他真仙仙王 从真仙战场赶来 来来回回 需要不少时间 所以到现在 才有真仙降临 不过 轮回密地 还没有完全出世 轮回密地 似乎在极其遥远之处 与此地相隔了无穷距离 正在跨越虚空显现 在还没有完全显现的时候 众人是进不去的 所以之前赶到的人 一直在等待 真仙降临 威压八方 现场躁动的情绪 也平静下来 随着第一位真仙降临 随后 苍穹之上 身影不断地多了起来 一道 两道 很快 阳间这边 就来了十几位真仙 十几位真仙 犹如十几个大宇宙悬挂在高空之上 弥漫出恐怖的气息 阴界那边 也差不多 此时也有十几位真仙降临 两方真仙 互相打亮 目光如电一般在虚空中碰撞 现场的气氛 更加的凝重了 空气好像水银一般沉重 让人呼吸都有点困难 轮回密地 依旧没有显现 众人还在等待 苍天鹿姑娘 轮回密的看起来在很遥远的地方 这是要跨越虚空而来吗 鹿民询问苍天鹿 将对于苍天流沙 鹿民还是觉得苍天鹿更好相处 比较轻松 轮回密地 的确在极遥远处 有仙王推测 轮回密地 应该在先级战场最深处 即便是仙王 都到达不了的深处 苍天鹿 鹿民心里震动 就连仙王都到达不了 这就有些惊人了 而且 轮回密地 不是要跨越虚空而来 这是要贯通虚空 等轮回密地显现的时候 其他人进去的话 已经不在中部区域了 而是跨越了虚空 进入到先级战场深处了 苍天鹿解释 鹿民明白了 轮回密地 不是要跨越虚空来到此地 而是打穿了通道 连接了两地而已 每次显现的轮回密地 是一个地方 还是不同的 鹿民继续问 这个很难说 苍天鹿道 很难说 鹿民疑惑 是的 每次显现的轮回密地 远远看去 都是一片山脉 但地形和地势 一般都是不一样的 但偶尔 也会有差不多的时候 只是很少见 宇宙海对此 有很多猜测 但最受众人认可的 一种猜测便是 轮回密地 其实是一个地方 一片浩瀚无垠的山脉 之所以每次显现出来的地势和地形不同 那是因为每一次显现出来的 是这片山脉不同的角度 一片浩瀚的山脉 从不同角度去看 地势和地形 自然不一样 偶尔显现出来同一个角度 看起来自然就一样了 苍天鹿小声解释 第5378章 你真废物 同时 苍天鹿也指出 轮回密地很危险 每一次出现 都会引来大量的高手 但每次 都会有仙道生灵陨落 有时候 甚至会有仙王陨落 鹿鸣暗暗震惊 连仙王都可能陨落 这轮回密地之中 蕴含了什么 鹿鸣正要请教 忽然周围一阵骚动 阴界的人来了 为首的是黄天族 他们过来干什么 要开战吗 中围一片嘈杂 即便是真仙 都投来了目光 鹿鸣也看了过去 然后眼中爆发出 冰冷的杀鸡 黄天上鸣 他看到了黄天上鸣 起码有上千个阴界高手 向着这边而来 为首的是一群 黄天族的高手 而黄天族为首的 乃是黄天上鸣 黄天上鸣带人停在了远处 黄天上鸣 你们是想开战吗 苍天流沙走了出去 冷声道 现在还不是开战的时候 我来找一个人 黄天上鸣 淡淡一笑 目光扫视全场 落在了鹿鸣身上 鹿鸣 你果然命大 那样都不死 给我滚出来 黄天上鸣冷喝 黄天上鸣 我迟早斩你 陆鸣淡默回应 我猜测 太上鸣城 多半落在黄天上鸣手里了 就算对方不找他 他也会去找对方 陆鸣 看看这是什么 黄天上鸣手里一动 一座拳头大小的小城 出现在他手掌中 陆鸣瞳一缩 是太上鸣城 太上鸣城 果然落在了黄天上鸣的手中 不过陆鸣立刻感应到 黄天上鸣并没有破开 太上鸣城上面的禁制 陆鸣 你的朋友 就在这里面 想要让他们活命的话 给我跪下 向我磕头臣服 并且自费修为 黄天上鸣大声道 黄天上鸣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来陪你一战 苍天流沙大喝 踏步向前 爆发出强大的气息 黄天上鸣丝毫不惧 也爆发出气息 挡住了苍天流沙的气息 然后道 苍天流沙 你想开战 我不怕 你以为你们能吻操胜券吗 苍天流沙醋梅 终究没有出手 黄天上鸣虽然只带来了一千多人 但是不远处 有更多阴界高手都在看着呢 一旦爆发大战 顷刻变质 双方一旦爆发大战 将会死伤无数 哪一边 都没有吻操胜券的把握 唯有把握 便不敢轻易爆发大战 陆明 我的话 你没听到吗 黄天上鸣 又冷冷的看向陆明 呵斥道 陆明忽然一笑 道 派上仙城之上有禁制 这么多年 你都破不开 真是废物 等你破开了 再来威胁我吧 你 黄天上鸣闪烁寒光 陆明淡笑 他不怕对方去请真仙帮忙 虽然现场阴界的真仙已经不在少数了 但在仙级战场 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 形成了某种前规则 真仙不能插手准仙战场之势 黄天上鸣如果把太上仙城拿去给真仙破解 这就等于真仙插手了准仙战场之势 这和直接出手轰杀准仙 没有区别 你阴界真仙可以出手 那阳间真仙也可以出手 一旦真仙出手 现场的准仙 都别想活 都要死绝 这也是苍天流沙 黄天上鸣这等六破妖孽敢随意走动的原因 六破妖孽 对方自然很想杀掉 若是真仙出手 能轻易轰杀苍天流沙这等妖孽 但同理 阳间真仙 也可以出手轰杀黄天上鸣 就是有这种牵制 陆明才不怕对方请真仙破解 苍有真仙破解 黄天上鸣休想短时间内破开 这期间 陆明会想办法夺回太上仙城 当然 这也是对方没有足够重视的原因 若是陆明自己在太上仙城内 对方肯定会足够重视 自己破不开 也会离开先级战场去请仙道生灵破开 离开先级战场 可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 黄天上鸣目光闪烁寒光 不过终究没有去找真仙强者破解 冷哼一声 待人退走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 轮回密地的那些跌宕起伏的山巒 显得越来越清晰 仿佛要挣脱空间的束缚 降临此地 但现在陆明已经清楚 这是两地的空间 即将贯通造成的 而随着时间的过去 降临此地的真仙 也越来越多 很快 阳间这边便有超过100位真仙 但没有一位先王降临 难道是先王距离此地太远了 所以赶来的比较慢 不应该啊 先王的速度比真仙快太多了 即便距离太远 也会更早赶来才对 不久之后 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传出 先级战场深处 出现了了不得的东西 吸引了所有先王的目光 几乎所有先王都赶往那里了 众人震惊 先级战场深处 到底什么东西 居然比轮回密地的吸引力还大 以往 但凡轮回密地现世 必定会引来大量的先王 毕竟 先王也需要轮回物质 可以说是更需要 通过研究发现 一般修为越高的生灵 想要轮回转世 需要的轮回物质 会越多 先王若是想要转世 需要的轮回物质 多得惊人 轮回密地好不容易出现一次 先王岂能不心动 但这一次 先王却被其他东西吸引了 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 能吸引所有先王 许多人好奇 现场都是一片议论声 转眼又过去了几天 现场阳间这边的真仙 数量更是达到了数百 但依然没有一个先王降临 而真仙之下的准仙 数量就更多了 简直人山人海 当然几乎都是四节到六节的准仙 七节以上的准仙即便得到消息 也不敢来此 而这时轮回密地外的那片空间 终于稳定下来 像是一个巨大的通道一般 刷 突然之间 那些真仙强者 化为一道道红光 冲向了轮回密地 无论是阳间阴界的真仙 全部冲进了轮回密地之中 这些真仙一冲进轮回密地之中 身体仿佛快速缩小 消失在轮回密地的山巒之中 我们准备一下 等诸位真仙大人 进入一段时间后 我们就跟进去 讲要组队的 一起来 真仙进入轮回密地之后 现场的准仙也行动起来 第5379章书册一场 轮回密地 非常危险 若是没有真仙在前面开路 他们这种准仙 是不敢进入的 进去就是送死 只有等真仙先进去开路 他们才敢跟在后面 进去捡一些便宜 每次轮回密地降临 都形成这种默契了 拽先进入的仙道强者 会特意将里面的危险清除掉 好让准仙能够进去 获得一些机缘 毕竟 有些东西 是入不了真仙法眼的 在真仙眼中 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在准仙眼中 却可能价值连城 每一次轮回密地降临 都是先到生灵前面开路 准仙跟着后面捡便宜 当然 这种便宜 也不是那么好捡的 先到强者 也要争夺自己的机缘 不可能花那么多精力 去仔细检查 可能会有危险遗漏 每次跟着后面进去的准仙 陨落的也不在少数 所以 实力不强跟进去 也是很危险的 建场那么多准仙 不可能所有人都敢进去 大部分都只是来看热闹的 那些赶进去的 有实力的 会组成一支支队伍 这样彼此之间 有个照应 危险系数会少很多 实力不强的 即便想进入 也找不到人组队 没有人会想带个没实力的脱油瓶 陆明 你要不要进入轮回密地 苍天流沙走过来问道 既然碰到 自然要进去一探 陆明点点头道 那与我们一起进去如何 苍天流沙道 好 可以 陆明点点头答应了 边上 不少人望向陆明 并没有什么羡慕之色 苍天族的实力 毋庸置疑是最强的 跟着苍天族进去 危险固然要小很多 但如果遇到什么机缘 也别想分到什么收获 皇天一族的人 丁卓陆明呢 还有神魂大宇宙的人 显然也对他有强烈的敌意 他跟着苍天一族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你说的对 他就算想和其他人进去 别人也不敢要他 他在身边 可定会被皇天族针对 也只有苍天族敢要他了 一些人在暗中议论 剑长 很快就形成了一支支队伍 数量少的十几人 数量多的几十人 苍天族这边 一共有两支队伍 每支队伍 都有二十多人 陆明这支队伍 以苍天流沙为首 另外一支队伍的为首之人 实力也很强 当然不可能是六魄妖孽 是仅次于六魄的高手 这里的六魄五魄 并非指境界 也非指战力 只是简单的指天赋而已 天赋强 如果修炼的时间不够 准些数没修炼到家 战力就未必压得过顶级的五魄妖孽 当然 苍天流沙修炼的时间足够长 完全将天赋转化为战力 实力强大无比 站在了同级巅峰 六杰准仙中 几乎没有敌手 又等待了一段时间 终于有准仙队伍忍不住了 率先冲向了轮回密地 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他队伍 看到有人冲进去了 也忍不住了 纷纷冲进了轮回密地之中 走 苍天流沙清河一声 带着二十多人 也冲向了轮回密地 陆明跟随其中 当他们冲进那片其他的虚空时 就好像进入了一条空间通道一般 快速地向前冲去 转眼间 便跨越了无穷距离 下一刻 他们落在一片乱石堆附近 前方 是浩瀚无垠的巨大山脉 这片山脉 真的非常巨大 壮阔无比 无边无际 生长着许多巨大古老的奇特树木 一股腐朽的 古老的气息 扑面而来 嗯 一进来 目明目光就一动 它身上有一件东西 出现了异样 是一本书册 藏在一个储物戒指中 此时居然在微微发光 散发出一丝灼热的气息 居然是这本书册 难道与先级战场有关 陆明感觉很意外 心神沉入到储物戒指中 一本书册 不大 有十几页 正是陆明从紫霄洞天 一座山底下的洞府中得到的 上面的字 他不认识 原本以为是上个纪元洪荒大陆的古字 但后来给诗等人观看过 但也不认识 后来离开了洪荒宇宙 陆明学习了很多不同宇宙的文字 但都不认识这本书册上的文字 时间久了 就不了了之了 陆明一直放在一个储物戒指中 都快忘记了 没想到 如今进入这轮回密地中 却出现了异常 这书册 与轮回密地有关 是紫霄洞天的高手 从轮回密地中得到的 陆明仔细观看 书册上的文字 闪闪发光 有种要飞出破空而去的感觉 走 此时 苍天流沙亲和一生 一马当先 向着山脉深处的方向飞去 陆明只能安耐住好奇 跟着一起前行 中围 其他队伍也纷纷冲入山脉中 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山脉之中 陆明灵石散发 扫视山脉四周 山脉寂静无声 虽然长着无数古怪的树木 但却没有任何生灵 死寂一片 没有风声 没有虫鸣 没有任何声音 但苍天流沙等人 却不敢大意 时刻戒备中 好在 他们一直前行了几个小时 都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但是 也没有任何收获 森林中 没有看到什么神药准先药之类的 但在这时 陆明忽然感觉皮肤刺痛 浑身汗毛倒立 心里泛起了一丝寒意 危险在急速靠近 危险 布阵 苍天流沙的灵爵 也极其惊人 丝毫不比陆明的差 立刻大喝 剑场 二十多个苍天族之人 立刻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甚至由两座合击阵法布置而出 两座合击阵法 都是九人合击阵法 陆明感叹 不愧是苍天族 六姐准先了 都还有九人合击阵法 果真不凡 两座合击阵法 占了十八人 只有五人 没有参与布阵 这五人 都是战力极强者 其中就有陆明和苍天流沙 另外三人 也都是顶级的高手 下面 小心 陆明提醒 空 突然 地面炸裂 一只巨大的生物 冲了出来 这只生物 成人形 但长相异常猙獰 青年獠牙 额头仗着跟弯曲螺旋向上的脚 它浑身布满了鳞片 手指如刀一般锋利 并且 这是浑身弥漫一种灰色的气体 眼神充斥着猙獰狂暴之气 第五千三百八十张轮回堕落者 吼 这只生物嘶吼 利爪向着陆明等人抓了过来 陆明想也不想 爆发权力 一枪轰了出去 同时 苍天流沙 还有另外三位高手 也出手了 五道攻击 与这只生物的一双利爪碰撞在一起 轰轰轰轰轰 剧烈的轰鸣震动九天 陆明感觉到一股狂暴无比的力量涌来 身形不由暴退 另外三个苍天族的高手 身形也向后连退 唯有苍天流沙身形未动 炮强的力量 陆明心理暗精 这只生物的力量 极其强大 远超陆明单一的现在身 从气息看 这只生物相当于七节准仙 但是论力量 远超七节准仙 以陆明现在的实力 一般的七节准仙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刚才 他与苍天流沙等人联手 都被击退了 可见这只生物的攻击力有多可怕 相当于七节准仙的轮回堕落者 小心 苍天流沙提醒 同时战舰出鞘 剑光暴涨 杀向了这只生物 陆明踏步向前 与另外三位高手一起再度出手 在陆明他们出手的时候 苍天族两座合击阵法 也开始运转起来 化为两道惊人剑光 展向那只生物 吼 那只生物嘶吼 狂暴无比 根本不顾自己的伤势 冲杀向陆明他们 立爪上 弥漫一层灰蒙蒙的雾气 疯狂地抓向他们 陆明 千万不要被轮回堕落者抓伤 那种雾气 乃是轮回毒质 一旦入体便是无解 苍天流沙的声音 在陆明耳边响起 陆明心里一领 轮回毒质 陆体无救 陆明不敢大意 体内的过去身和未来身 做好了准备 一旦遇到危险 时刻准备出手 不过 有苍天流沙这一尊大高手在 明显无需担心 苍流流沙 当真强大 权力爆发 居然不比轮回堕落者弱 加上陆明等人和两座合击阵法 完全压制对方 扑 苍天流沙的剑光 破开了轮回堕落者体表的那一层灰色雾气 斩在了轮回堕落者的体表上面 直接将轮回堕落者身上看出了一条巨大的伤口 但是 轮回堕落者的血肉 快速蠕动起来 令人惊惧的是 他的伤口处 居然长出了一条的新的的手臂 本来两条手臂 变成了三条 这是什么怪物 伤口居然还能长出手臂 后 轮回堕落者 变得更加狂暴 疯狂地攻击陆明他们 以苍天树压制他 苍天流沙清喝 他的头顶 浮现出了一轮洋宇宙海 苍天流沙的洋宇宙海 直径达到惊人的一千米 要知道 陆明之前遇到的苍天犬等人 是展出苍天树 洋宇宙海直径才几十米而已 僵差实在太大了 当然 这也和修为有关 那时的苍天拳 才三节准仙 而苍天流沙已经六节准仙 旧为越高 对于苍天树的领悟自然更好 施展出的洋宇宙海 面积自然会更大 其他人也纷纷施展苍天树 洋宇宙海的直径 至少也有五十米以上 大的几人 也达到了数百米 二十二座洋宇宙海 相互叠加 压向了轮回堕落者 轮回堕落者的身体狂震 像是受到了巨大无比的压力 肉身开始扭曲变形 身体表面不断地传来爆炸声 像是要炸裂开来一般 苍天流沙全力展出了一件 锋利无匹的剑光 顿时将轮回堕落者的头颅 斩了下来 不过即便如此 轮回堕落者还没死 断裂的脖子和头颅 都在不断扭曲 仿佛要长出新的东西来 全力出手 磨灭他的肉身 苍天流沙大喝 同时展出了绚烂的剑光 剑光犹如墨盘 不断搅动 将轮回堕落者的身体 搅成了粉碎 其他人的攻击 也不断落下 很快 轮回堕落者的肉身与灵魂 全部粉碎 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道灰色的气息 犹如小蛇一般在空中游走了几圈 然后钻进了地下 消失不见 呼 苍天族的众人 常呼一口气 一般来说 相当于七杰准仙的轮回堕落者 诸位真仙都会顺手除掉的 看来 这一只 是漏网之鱼 苍天流沙道 轮回堕落者 到底是什么 陆明问道 这轮回堕落者的实力 太惊人了 这还好是他们遇到 要是其他宇宙的人遇到 几乎只有死路一条 根本不可能对付的了 不好说 没人能说得清 小心 苍天流沙刚要解释 忽然脸色大变 大喝一声 但已经晚了 去空中 一道灰影一闪 冲向了苍天族其中一人 因为已经击杀了轮回堕落者 苍天族的人 已经放松了警惕 合击阵法也解除了 没有继续布置 此刻突然遭遇袭击 根本来不及布置合击阵法 那个苍天族的人 只能勉强运功抵挡 扑 一条手臂飞了出去 鲜血四箭 那个苍天族的高手 被砍断了一条手臂 身形暴退 这时众人才看出了 偷袭者的样貌 是一只半米来膏 犹如虫子一般的生灵 这个生灵 明明成人形 却有着六条腿 且一对前臂 犹如刀锋 和螳螂的前爪很像 它的头部尖尖 像是虫子的头部 沙 苍天流沙怒吓 杨宇宙还向着那只生灵 压了过去 空 这只生灵巨阵 连连后退 很明显 这时生灵 也是轮回堕落者 但比之前那一只 实力要差很多 根本挡不住苍天流沙 其他人也反应过来 一起出手 一轮轮扬宇宙海 压向了第二只 轮回堕落者 很快 第二只轮回堕落者的身体 就彻底炸裂开来 化为灰烬消失 依然有一缕轮回 独置钻进地下消失了 仔细检查 看还有没有轮回堕落者 苍天流沙下令 众人临时扫尸八方 仔细搜索 都没有发现其他轮回堕落者 众人这才放下心来了 然后 众人的目光 才看向那个被砍断手臂的 苍天族高手 此人 看起来三十来岁 年纪不算大 算是壮年 但此时 脸色惨白无比 没有一点血色 我是不是没救了 苍天族壮年问道 声音有些发颤 你全力运功 看能不能逼出轮回独治 苍天流沙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